重复在37万到存款57万我用了283天 那方法呢只分享给有需要的兄弟 富二代可以划走了 因为这种赚快钱的手段你可能真的看不上 那我做的呢是搬运翻译国外解说的视频赚钱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国外电影解说的视频 搬运到国内的自媒体平台上 比如说像B站爱奇艺西瓜视频 我们肯定都刷到过这种国外电影的解说视频 而且呢播放量是并不低的 几百万的播放也是不在少数的 你以为他们都是原创视频吗 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 他们呢就是通过这种负资粘贴的方法 轻松做到这种视频的 省时省力又赚钱 如果你也想通过自媒体赚钱 比如去留一个感谢分享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会分享时钞的工具和直播的详细教程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一个时钞环节 一步一步教大家如何通过这种方式 去制作一个原创视频 第一步呢就是这些国外解说视频 去什么地方找 那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基本上所有类型的解说视频呢 它都有 而且涵盖了各个国家的 视频题材呢也是非常广泛的 可以说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吧 那第二步呢就是选择适合的领域 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领域的解说 视频发布后的播放会更高一些 更容易爆 那这里结合我的经验 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好的赛道 第一个是动漫动画 第二个体育赛事 第三个奇闻意识 第四个科普纪录片 那这四大类呢是比较容易火的几个热门方向 那你在确定好领域方向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第三步 我们如何去搜索这些领域的视频呢 因为这个网站是国外的 那我们就不能直接用中文进行搜索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把想好的关键词 比如说科普纪录片 然后呢用到某个工具 翻译成英文 然后再用英文去搜索 那除了英文 你也可以翻译成日语 韩语 德语 法语 泰语 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 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进行搜索 在搜索到想要的视频之后呢 就进行第四步 我们要对视频进行一个下载 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视频的链接 放进到这个工具里面 进行解析就可以了 大家的视频下载好之后呢 就来到第五步 那我们把下载好的这个视频啊 放进这个文案提取工具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文案提取出来 但是呢 提取出来是英文的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工具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帮我们把英文 直接翻译成中文 六步 就是我们对这个文案 进行一个原创的处理 把翻译后的中文 放进这个AI字文原创工具里面 然后呢 对它进行一个原创度的处理 文案的意思呢 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每一句话 都和之前是不同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原创文案了 第七个步骤 文案有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配音了 你可以去选择用自己的声音 当然你嫌麻烦的话 可以使用配音软件 市面上的变音软件呢 也是非常多的 那我这里呢 推荐一个免费的配音工具 微软的声音语音合成 那这里呢 有很多适合解说的声音 你选择一个适合的就OK了 那这个文案和配音 我们决定之后呢 就来到我们第八步 我们要对这个视频 进行一个去从的处理 虽然说这个视频呢 我们是从国外网站下载的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原创度的处理 那么怎么去做处理呢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对原来的视频 进行一个画面的分割 然后在分割的地方 添加上转场以及特效 最后呢 把处理好的视频 添加我们的一个原创配音 然后再加上一些背景音效 那这样一个高原创度的视频呢 我们就制作完毕了 那第九步 我们把这个原创视频呢 进行一个发布 发布到一些有播放量 就有收益的平台上面 我们主要呢 是通过播放量来赚钱的 所以一定要标注好原创 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播放量和收益 最后呢 上面提到的各种工具 包括国外的视频网 现在的经济一直在衰退 那如果你失业了 你是否会考虑去做自媒体呢 你会考虑去一些自媒体的平台 发视频和文章来赚取收益吗 我先告诉你 多数人不会的 因为多数人呢 则会想 那真正能落实到底的人呢 已经塞掉95%了 你不要觉得这个数字很夸张 那你也不要觉得 这个我一定会去做 因为你现在的数据呢 都是历史的数据 当你真正失业的时候 你未必会去做自媒体 那如果你现在手上一分钱都没有 你怎么能快速赚取1000块钱呢 你会不会想到 想去跑快递或者去开递递呢 这个呢 就是95%的人的想法 但是我告诉你 有更快的 就是视频转文字赚钱 发贷呢 可以直接滑走了 因为这种赚快钱的手段 你可能真的看不上 简单来说呢 就是把自媒体平台的这门视频 通过语音转文字 然后进行一个二次创作 发布到自媒体的平台上 就比如像头条号 大约号等等 基本上都会找一些 平台热度很高的视频 这些呢 都是经过平台验证过的内容 这样呢 就能获得平台的一个创作者的激励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通过这个方法 赚一点小钱 那么呢 就耐心的看完本期视频 如果说你看完还不会 可以在评论区留上一个学习 然后三连本期视频 我会分享一份时钞的直播教程 那么呢 就以最近发布的文章 杨丽伟的这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它是有一个5.8万的一个阅读量 给我带来了118元的创作者收益 那我是怎么找到这些素材的呢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西瓜视频 搜索中国第一位 飞天航天员杨丽伟 找到一个播放量比较高的作品 选择右上角分享按钮 然后呢 复制一下链接 然后呢 就是可以打开某个小程序 选择文案提取 就可以直接提取出文案了 那我们可以根据视频的内容 进行一个二次的创作 然后呢 就可以发布到自媒体的平台上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不过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比如账号的注册 运营 另外就是标题和封面 还有是怎么去编辑 来避开平台的一个查虫选择 那这些呢 我都准备了一节自媒体的史超直播课 三连支持一下 然后评论区扣学习 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呢 也可以私下找我沟通哦 最近发现很多做影视解说的朋友 他们的作品呢 乱七八糟 没有头绪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做影视解说的 十个制作流程 那在本期内容分享前呢 先和大家来聊一聊 新手能不能做影视解说 好不好做 能不能做起来 那当然有结果的人呢 他才有发言权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呢 是我正在运营的影视解说的一个头条账号 目前是有一个142万的粉丝 那总的收益呢 是107万 那每天的收益可以保持在1000到2000之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收益是非常稳定的 那新手做影视解说 能不能做起来呢 用新做肯定是能做起来的 影视解说的操作简单 上手快 可以说会玩手机的人呢 都能学会 那当然呢 你要拿出一定的执行力才可以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如何去做影视解说 可以给这个视频三连 我准备了一份影视剪辑的实操直播 包括影视剪辑如何一天挣500 如何突破1万的播放量 教理从零开始打造100万的粉丝 通过一部手机月入过万 另外呢 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个自媒体的专用剪辑工具包 包括最常用的配音软件 剪辑软件 背景音乐 以及各种插件 全部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那评论区抠一个学习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回到今天的分享 那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找到目标 剪辑素材 用数据筛选出符合我们账号垂直的电影电视剧 第二步就是写解说的文案 并且录制声音 当然如果大家普通话不标准的话 可以用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配音软件 这个小男孩太惨了 他只能跟爸爸睡在地铁的公共厕所里 爸爸用卫生纸扑地 外面有人敲门咒骂 他就用腿底住门 用力捂住儿子的耳朵 那这个软件呢 当然是免费的破解版 还有电脑版和网页版等等 我都会给大家打包好 如果需要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找我获取哦 第三步把影视导入到剪辑软件里面 这里呢 我用的是电脑端的PR剪辑软件 那大家想要这款软件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方置顶去找我领取 第四步就是提取我们制作好的一个配音文件 第五步根据解说的文案 进行素材的分割 变数精简点击操作 第六步调整清晰度后导出 第七步再次导入视频 先识别字幕 第八步设置作品的封面 那我会给大家提供封面的模板 方便大家可以一键导出保存 第九步添加符合作品风格的背景音乐 这里呢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套背景音乐和机包 也是影视剪辑专用的 第十步导出成品后通过中视频发布即可 那本期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想做自媒体的话 可以给本期视频三连评论学习呢 也可以获取到时钞课哦 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这是我的小伙伴第三个号 上周呢又是一次过审 前天报了一条视频 收益三百四 但很多的朋友啊 因为原创的问题始终过不去中视频 更吃不到收益 那接下来呢 我会从画面文案开通细节 发布流程来告诉你 它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啊 过审是大部分人最头疼的问题 一旦第一次没有通过 要等到一个月之后才能申请 那么这个原创是如何来判定的呢 它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一个是视频画面 另一个是画面啊 不要做简单的拼肩 比如影视混减 视频都不是你拍的 仅仅把人家的原片拿来剪剪就发 肯定是过不去的 你要在原片的基础上 加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解说文案或者表情包 其次呢 要在原片的基础上 每分钟切成10到15个片段 提高视频信息的密度 不知道文案啊 大家不要想着直接拿别人的男友 除了视频画面外 文案也会被系统查虫 一不小心就被扣了20分 所以啊 在改文案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句式的变化 比如 玛尼亚拥有一只左眼瞎了的猫 一只瞎了左眼的猫是玛尼亚的 玛尼亚的猫是左眼瞎的那只 然后呢 着重说一下中视频计划的开通流程 除了原创外 很多朋友啊 不按步骤开通 一样也过不去中视频的审可 他的要求呢 是在西瓜后台发布三个以上 横版的一分钟以上的原创视频 并且啊 播放量要大于17000 我们第一步呢 是注册头条号 直接在今日头条APP 我们搜索头条号三个字 点进去 按照提示进行注册 注册好账号之后 要不要实名也是一个问题 首先啊 不实名也是可以申请中视频计划的 发视频一样有累积收益 实名的意义呢 在于能让你开通提现的功能 前期建议大家先把号做起来 注册好头条号之后 直接登录西瓜视频 西瓜视频和头条的账号是互同的 第二步就是把抖音和西瓜头条进行绑定 我们直接在抖音搜索中视频计划 点击顶部的这个链接 按照提示去绑定就可以了 第三步发布一分钟以上 横版的原创视频 保险一点呢就做纯原创 拍一些农村的赶集 做饭喂猪等视频 西瓜的用户年龄偏大 对农村的生活有精进感 视频更容易起料 那想做内容二创的 就把国外的美食手工综艺节目 拿来解说一下 都有字幕翻译写文案呢 也比较方便 第三步发布 在西瓜后台发布的时候 是可以单独设置抖音的数评封面 但是上传的视频呢 没办法横屏转数比 很多人发了视频 没通过中视频的审核 就是因为比例不对 抖音是9比16 西瓜是16比9 你需要在剪映里 自行调整后导出视频即可 另外呢 在发布的时候 要记得开启同步和原创 如果不打开同步的话 你就会缺失一份抖音的流量收益 那不开启原创呢 则会永远过不去中视频的审核 第四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播放量的问题 如果想要快速的通过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头抖加100块钱的豆佳 加上赠送的差不多有6000的播放量 中视频计划需要17000才能达标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作品不是差的离谱 最多200块 加上10条作品就可以通过审核了 抖音加头条加西瓜的累积播放 就按每天500算 12000加5000正好呢 就是17000的播放 想做事啊 就不要老想着零成本 花200块能三天搞定的事情 非要等半个月 这中间播放产生的收益 都能帮你赚回来了 那关于中视频的玩法呢 视频素材的获取也是一个难题 你可以再三连一下本条视频 评论一个学习 我分享一份实操直播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B友 你要点赞 你要投币 好不好 点赞啊 投币 刷下一个视频吧 你的B站以后刷不到我了 没关系 你要给别人投币啊 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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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都白让我怎么活啊 币啊 你这个B 占用我 做自媒体一定要收藏好这18个工具网站 那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粉丝朋友们呢 在视频下方问我 怎么样去找素材 用什么软件 用什么网站等等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自媒体人最常用到的一些工具 那么本期视频只分享这一次 包含呢你做自媒体需要的文案运营素材排版 一定要耐心的看完 然后点赞收藏起来 免得下次找不到了 如果说有不懂的地方呢 一定要在视频下方留言一个球带 我都会给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和方法 第一个文案的网站 第一个文案狗 文案狗呢 其实是一个导航网站 可以在里面找到关于图片的素材网站和文案的素材网站等等 那第二个 topic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有很多创意的文案 同时还会有一些视频和图片的拍摄创意 尽量是你想要写出有创意的题目和文案的时候呢 这个网站可以带给你敏感 第三个 梅花网 汇集了各种精彩的案例网站 基本上在互联网上面传播比较好你看过的精彩案例呢 上面都是有的 对于每个精彩案例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分析 在这里你会学到不少关于营销传播的知识 并且呢 可以运用到你的作品上 如果说你的作品好 你的能力足够强 你可以在上面推广自己 第四个 易文网 这是一个分析各类优秀案例的网站 不过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左边的灵感日记 可以提前记录每个日期会有什么热点的事情 这样呢 你就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 提前把控热点 这是创作文案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个 运营类的网站 第一个呢 就是新版 新版最有价值的就是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些热门内容 知道当下哪些内容在各个平台的热点最高 这样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创作内容 到一个侧热点的一个效果 获得一个好的流量数据 第二个 运营派 这是一个注重于学习教学 运营内容 与用户等等的一个运营网站 重点是教你如何去运营作品 要知道啊 一个好的作品呢 还得要有好的运营才能够去发挥最大的价值 第三个 素材类网站 第一个呢 就是芯片厂 如果说你想要做短视频 就要好好看看这个网站 里面呢 有很多剪辑不错的视频 能够带给你一些不错的灵感 另外呢 它还有很多模板可以用 有音乐图片 视频的素材也可以下载 第二个 开眼 是一个APP 也有很多剪辑精细的视频 拍摄有创意的视频 如果你想做视频创作 可以在里面学习很多拍摄手法 也是灵感的一个来源地 第四个 制作图片排版的一个网站 第一个 卡瓦 提供各种各类的模板 可以设计封面 也可以拼图 提供多种字体模板 基本上能够满足自媒体 制作图片的一个要求 并且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网站 当然它有APP可以操作 第二个 黄约相机 它最需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字体风格比较多 在制作封面的时候 设计出很好看的字体 也拿出来做贴纸 在图片上面标注 第三个 美意 这是一个能够处理 图片参数比较多的网站 我最喜欢用的功能 是在一张图片上 添加一张图片的剪影功能 操作也是非常方便的 第四个 美图秀秀 要修一些人像 还得靠美图秀秀 美图的参数设置 能够让你看到一个 更好的自己 第五个 VSC Open 这是一个滤镜做的 比较好的一款相机 可以给你的照片 添加各种滤镜 你想要的风格上面都有 最好看的就是 密斯夫滤镜 第五个图片类 第一个Pixel 有各种高清的图片 提供免费的下载 图片的风格 有风景 人物创意类等等 几乎你想找的风格 上面都能够找到 第二个堆堂 它的图片偏向于小星星 也有一些搞笑的 有创意的表情包 图片清晰度 也是比较可以的 第三个 也是一个高清的图片网站 分类一目了然 可以根据新型地点 或者场景来选择 你想要的图片 查找图片也是非常方便的 第四个 Unsplash 这是一个高清图片网站 可以在上面找到 不少有意境的图片 第五个Foodspeed 这是一个专注美食的图片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各种 拍摄精美的美食图片 其实呢 对于一个自媒体创作者来说呢 有些图片的拍摄意境 是可以模仿借鉴的 对于美食博主 也是能够提供 不少的拍摄灵感 那么以上这18个网站呢 是大部分人自媒体都在使用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人要做自媒体 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的朋友们呢 可以在评论区扣一个球带 我会免费分享你一些 自媒体实操直播教程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自媒体干货 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某屋上看到一个问题 兼职选线上还是线下 当然是线上呢 在家吹着空调 拉着电脑就能赚钱 为什么要选线下呢 空冲日晒又与您的 线上兼职呢 也是我一直在做的 这期视频将会盘点 15个免费靠护线上兼职 适合学生党 宝妈 上班族和各种有越于时间的你 第一 阿里巴巴云客服 在家工作有电脑即可 工作内容呢 就是回答客户的问题 后台都有画数 直接复制粘贴 没有什么难度 时薪15到22 一月一节 第二美团拍电 拍摄外卖店铺照片 一单任务4到5元 光街就把钱赚了 不同的地区 任务难度和价格略有不同 第三 众人帮 兼职任务平台 任务难度不同 价格不同 几块钱的任务 几分钟就能搞定 不费很大力气 还赚个早餐钱 第四 没务清单 自买省钱 分享赚钱 邀请用户注册 还能得40%的佣金 类似的平台呢 还有高佣联盟 第五 卖资料 有人靠一套六页的资料 就赚到了三万块 如果你的手上 有价值的资料 比如考研 四六级真体 面试经验等等 可以将它们打包 放在这些平台上售卖 第六 投稿 文笔不好的 可以在多半 稿费银行找任务 5到10元 一篇文章 没有什么难度 10分钟就搞定 有文笔的呢 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投稿 三篇价格 根据质量 在50到2000左右 第七 抖音小项目 搜索爆料 进入热点爆料 通过的视频 一条200到300 第八 饿了麻外卖赏金 一单呢 是3块到15 外卖是刚需 推广容易 对消费者来说 偶尔能拧到大红包 比如说20钱18 别人点外卖省钱 你赚钱 一举多得 很多商家呢 都在做 第九 云监督 当住拖元镇早起 或者完成目标 可以开一个店铺 或者做社群 比如说早起打卡群 或者监督群 赚成的同时呢 还可以积累用户 做后续变现 第十 翻译 签字80到200 通过平台接单 我有朋友全职做翻译 一个月8000左右 翻译赚钱的平台呢 有这些 第十一 做平台讲师卖课 年轻辛苦 后期堂赚 我的两套课程呢 至少为我带来了 几千块钱的收益 依靠平台流量 无需推广售后 平台选择和录刻细节 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赶紧截图表层哦 第十二 自媒体 分为图文自媒体 和视频自媒体 同时的平台呢 有头条号 大鱼号 百家号 企鹅号 等等 这也是我正在做的 自媒体平台赚钱 方式有很多 平台也有很多 要把平台规则熟悉好 然后再创作 像这类兼职 我也是非常推荐你们去做的 因为我上个月呢 做了一个影视剪辑的账号 收益呢 就有一万多 你的视频 只要有播放量 就会有收益 展示我看到一个 八万粉丝的作者 每天文章的打赏 就在两千块钱左右 知乎上万粉丝 给别人点个赞 报价是两百元 路边上上传视频 收益是最高的 一万播放呢 就可以达到上百元 这种兼职 是不是很香 刚开始 但不知道怎么做的 小可爱们呢 不要慌 给阿贵一个三连 并在下方评论一个学习 我会给你们上一节 自媒体新手直播课 来教你怎么做 第十三 卖照片 拍了好的照片呢 一张就能卖几百 有的平台采用版权买断的形式 每张照片 游戏质量在50到200左右 类似的平台呢 有这些 十四 PPT带座 兼职设计师 自由接单 四流分成 一套200的PPT呢 你能拿80块钱 对设计水平要求不高 还有不少找资料 套模板 这种价格不高 但是几分钟就能完成的单子 如果本期内容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记得点赞 收藏 加关注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再让我怎么活啊 B啊 你这个B 加油 我 啊 啊 现在谁还不知道 火爆全网得羊了个羊 模型的游戏设定和背景音乐 让你一打开就停不下来 那各种攻略和挑战视频 全网爆火 不管你会还是不会 能不能通关都会引起热议 那我呢 也是在他上热搜的第一时间 就录制了好几个游戏视频 然后发到了各大自媒体平台 随着游戏的爆火 那我的视频呢 也是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流量高峰 短短一个月啊 就收入了一千多 如果说你的空闲时间比较多 也想有一个额外的副业收入 但是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和方法 那你相信我 做自媒体视频剪辑 绝对是一个好路子 那可以看到啊 我也是做了三年了 现在的总收益呢 是有这么多 当然啊 我也付出了相对应的代价 每天足不出户 眼睛度数也越来越高 和朋友基本段的社交 那接下来呢 我会和大家讲一下流程 那你们呢 也可以尝试着做一做 记得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关注一下 那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去注册一个 自己的自媒体账号 那一般呢 有一个手机号就可以注册了 那你根据它的提示 去进行实名认证 选择好自己相对应的领域 那新手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建议 先做影视 娱乐游戏 这三个领域 那他们呢 都是流量比较大的视频领域 那像文案的内容的话 那可以去参考梅花网 顶尖文案 输音网 音乐的话 我们有各大音乐APP 我们可以直接去上面挖掘 像视频素材呢 我们就可以到 电影天堂80s 这些网站里面 去找高清无水音的视频素材 再用剪辑软件 进行一个二次剪辑处理 加上音乐字幕 还可以加一个水印 来增加一下自己的个人原创度 最后发布到靠播放量 赚取收益的自媒体平台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 只要有播放量 就可以产生收益了 那像这样的自媒体平台 有很多啊 比如大鱼 百家 今日头条 哔哩哔哩等等 那我呢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些剪辑教程 如果说你也想入门自媒体 但是没有方向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个学习 我会分享你一节自媒体 运营直播教程 那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做自媒体 最让人崩溃的事情 就是写文案呢 你和那些百万粉丝的 UP主相比 到底差在了哪里呢 那我通过自媒体呢 赚了一百多万了 都是用了这七个工具而已 这是我轻测过的 写作之前呢 通过这几个工具的应用 提升文笔 方法非常的简单 但超级有效 大家赶紧点赞收藏 用起来哦 评论区科学习 我也会把我学习的自媒体教程 分享给你 一 找金句 用句译查句 输入里的主题 就能一键查找优质金句 超级好用 还会显示金句的来源 二 找词语 用反向词点 输出一个词语 逆刻生成多个经义词 还可以定制词语的字数 运缴词词形 太人心化了 写作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语言不高级 不恰当 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合适的 让你不再词穷 三 写诗歌 用酒歌 自动帮你写诗的工具 真的太实用了 如果找不到网页的话呢 就酒歌加精华大学 输入关键词就能帮我写诗 放在文章里 文采立刻提升 四 找错字 用爱教对 文章写完后 改稿的第一步 就是教对错别字 和语法逻辑错误 用爱教对很方便 要注意机器教对 不是特别的准 还是要自己看一看 是否正确 然后再修改 五 找课程 用学堂再线 这是新华大学发起的 木课平台 有国内外一流大学 超过3000门优质课程 想学习各学科的课程 想提升自己的报纸 在这里找就行了 在家就能够听名诗哦 六 找好书 用文权书局 新华大学旗下的 购买书籍和在线阅读的平台 方便找各类书籍和教学教材 可以通过关键词 书名来找书 写文案的时候呢 我常常要用到 运营的一些知识 很多书呢 都是在这里找的 七 自动写作 用火龙国写作 可以进行文章 自动改写 续写 校对 翻译 对写作者真的是太友好了 AI功能辅助写作 还能够帮你提供写作素材 非常的精美 最后呢 在这里给大家梳理了 今天的思维导图 喜欢呢 记得一键三连 并且评论学科学习 我就会发你一份 自媒体学校教程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什么是坏的星球 什么是坏的星球 如果你想知道 什么是坏的星球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学网课也能赚钱 你们知道吗 我通过这个方法呢 也赚了15000 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我就是平时在学习网课的时候呢 把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呢 把它录屏下来 然后呢 再转化为视频 然后再把它上传到有播放量 就有收益的自媒体平台上 结果这些平台啊 就给我带来一个这样的收益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收益怎么样呢 但是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满意 因为我不需要任何的一个成本 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是新手 不想要露脸 又不会拍视频的话 那完全可以用我这个方法 赚取一个额外的收益 那其实做自媒体操作并不难 但是如果没有人带着你呢 你会感觉到很难 考虑到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新手 视频的最后呢 我准备了一份自媒体的直播时钞 评论留言感谢分享 我可以免费分享给你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跟大家时钞一下 我这里选取的是一个 马云老师金融峰会上的一个 明场面打卡 首先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马云爸爸的演讲视频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演讲视频啊 那像这种视频怎么去制作呢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先找到这方面的一个视频素材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去马云妈他们家的一个官网 对吧 他们的一个视频素材网站 或者说是一些电视台 他都会去在各大高校以及电视台去演讲的 所以他的一些视频在网上一收一大把 我们直接把它录制 或者说是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把它导入到简易里面 第一步呢 就是去除水印 那我们这边可以选择比例是16比9 然后再选中视频 双子拉大对吧 拉大之后呢 大家应该可以发现 没有任何水印了 当然也没有相应的字幕 我们多放一下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添加字幕了 点击文字 点击识别字幕 点击开始识别 那他这边就开始一键识别了 记住 英文或者国外语言识别不出来 明白了吧 那我们这边呢 已经识别出来了 对吧 但这个字呢 比较小 比较小啊 那我们就选中它 双子拉大对吧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颜色 这样会看起来更加显眼一点 看到没有 可以把它再拉大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加上文字之后呢 我们发现里面还有 这个视频一开始自在的音乐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添加音乐 点击这个音频 然后再点击音乐 这里面的话呢 抖音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们自己去添加就好了 明白了吧 大概是6秒钟左右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有一个06 我们把这个指针啊 滑到第6秒的时候 我们选中视频 然后再点击一下分割 然后看到没有 就一段视频变成了两段 然后我们再选中中间这个白色的框框点一下 然后点击一下叠化专场 然后点击对购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操作呢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剪了嘛 马发发的最方便的视频 你没有办法保证别人没有去剪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加个转场是为了减少被这个平台识别的一个风险 所以啊我们要这样子加一步 大概每隔6秒钟我们点击一下分割 好然后我们这些都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点击导出就可以了 最后呢我们把这个视频发布到有播放量就有收益的自媒体平台上 这样你就可以等待第二天的平台给你带来的收益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视频的领域呢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教育类 励志成功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网课 我们可以去看罗翔老师和一些网红老师的课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想一个罗翔老师养活了B站多少个up主 最后呢是兑现福利的时候 留言感谢分享 我免费分享一些自媒体的实超课给你哦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并转发 就可以找我领取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听书也能赚钱你们知道吗 那我上个月呢通过这个方法已经赚了7000多了 那今天呢我就来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而且全程实超 首先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听书赚钱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把我们平时听书的时候看到的一些片段啊 我们把它变成视频 再加上自己的一个解说 那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二次创作的视频了 那么这一类的视频是靠什么变现赚钱的呢 首先第一种就是播放量变现 可以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 哔哩哔哩爱奇艺号这些平台 这些呢是靠播放量就能够给你带来收益的 那一万的播放量呢是20到80元不等的 注意了 粉丝观看的单价呢是非粉丝的三倍 第二种影视宣发 账号呢有一定的粉丝之后呢 可以去接一些影视宣发的任务 一条视频的收益呢在几百到几万是不等的 那么再讲到第三种 就是卖产品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内容电商 我们可以去卖微信听书 喜马拉雅的会员 也可以直接去卖实体的书 或者去卖一些视频的会员 比如说腾讯视频 爱奇艺视频的会员 或者是像一些电影票 外卖的一些优惠券都是可以的 总之来说变现的方法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听书的版权问题 我想这个呢也是非常多的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 版权问题 那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剪辑平台上已有版权的作品 比如说在比赛上呢就有三体的小说版权和凡人修宣传的版权 在腾讯视频上呢就有斗罗大陆 完美世界的小说版权 这些呢都是可以的 平台已经把版权买下来了 还有就是我们多注意平台的二创的活动 参加活动呢不仅可以获得平台的一些授权 还有就是流量的扶持哦 是不是很爽呢 那第三个我想有很多人担心就是这一类的作品已经有很多人剪辑了 自己会不会有流量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 因为小说的细节丰富度是比动漫和电视剧要高很多的 而且呢因为制作的原因有大量的剧情电视剧是没有播的 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剪辑未播的隐藏剧情 比如说很多平台都在所推的三体电视剧 但是偏偏这部电视剧就是没有播 那我们就可以剪辑三体小说的解说视频 其实平台上有很多人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这个博主叫做13要和拳头 整个视频的播放量高达404万 那么按照1万的播放量 30的单价来计算的话 那这个三体的系列给他带了1.2万的生意 那这个视频呢还在持续的给他推嘛 而且呢也在给他涨粉 那么我们一开始说过 粉丝的播放量单价是一般的播放量的三倍 其实大家就是跟追剧一样 一集一集的往下看 那这样呢是不是很香 再比如说这个烦人修仙传的解说视频 在B站的播放量呢就能高达795万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的作品的市场是很大的 那这个UP组的名字呢叫做名侦探拳头 粉丝在71万左右 被B站认为是知名的UP组播放量呢 也在5418万左右 那我计算一下光是播放量的收益就能有16万 再加上广告宣发的收益 我想说总的收益呢肯定是超过了30万的 那我可以告诉你很多B站上连收入过50万的自媒体博主 很多呢都是90后或者00后 所以说呢副业做自媒体的天花板是很高的吗 而且就算我们做不出什么效果也没有什么损失 只是浪费了一点时间罢了 即使自媒体的操作并不难 但是如果没有人带你 就会感觉到很难 考虑到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新手 我准备了一份自媒体的直播课 评论区留言学习的我今天免费分享给你 那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说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 就是把视频直接下载下来 然后配上我们的解说和字幕就可以直接发布了 那这个做法呢其实也是可行的 那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如何去操作 我们首先去下载一个万能联播的APP 直接在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就可以了 下载好了之后呢我们找到了这个浏览 比如说我们把圆龙的视频链接复制进来 这部剧B站把第二集拍毁了 但是小说还是可以的 我们进来之后呢在旁边有一个下载按钮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视频下载到手机相册了 如果你觉得很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用手机自带的录制功能复制下来 视频的文案呢我们直接去参考小说的原著 在微信读书上就可以找到 那我建议大家不要去改剧情啊 把剧情简单化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这部小说很受欢迎就是作者写的好 所以我们要尊重原著 不动脑筋改来改去 然后我们如果想要丰富一下视频的元素 你还可以去豆瓣 微博 似乎 抖音 找一些小说创作背景故事 记住我们一定要去找一些点赞量比较高的热门评论 这些内容本身就比较吸引人是经过验证过了的 那配音的话呢我们可以直接去搜索微软语音合成 找到一个适合小说的声音 比如说这个云野的声音 这个过程听上去很简单也非常可行 但是呢会有一些问题 去发布什么平台 在这些平台都是可以的 那我就以爱奇艺为例子 我这个账号的收益呢 这个月在1.7万左右 虽然不多 但是多做几个号 几万的收益还是有的 但其实爱奇艺的注册流程很简单 我们只要打开爱奇艺 点开创作中心 在右上角就能看到一个爱奇艺号 然后点击加入爱奇艺 完成各项资料之后呢 就可以实名认证了 这样我们的一个账号就申请下来了 再把我们平时看到一些电影 终于的精彩片段保存下来 用剪映进行一个剪辑 剪辑一个2到5分钟的视频 在视频中再加上logo 字幕背景音乐等等 最后发布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账号上 不需要粉丝 有播放让呢 就能给我们结算到钱了 操作其实非常简单的 坚持去发布作品就能做到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评论区留言学习 我分享一份时钞教程 跟着教程者呢 你赚钱的机会呢 就比普通人高很多了 那么有了这些 以后就涉及到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了 前期想要账号做快 听歌也能赚钱 你们知道吗 前两天呢 我用这个方法也赚了7000多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一边听歌一边赚钱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费5到10分钟的一个时间 去音乐平台上面听听歌 然后呢 将你喜欢的音乐收藏下来 接下来呢 就是去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网站了 比如说我们的豌豆网高清电台 下载一些高清无水印的视频素材 只要留手机就可以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到我们的一个剪辑阶段了 那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一波时操吧 首先呢 我们先打 然后呢 然后呢 它的一个歌词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给它放大一点 然后再点击样式 我们换一个我们 我们再点击一下这个歌词 再点击样式 去添加就可以了 添加 不是吗 你因为是在那边的 它不能唱的 然后再唱的 像是在那边的 就是那边的歌词 是那边的歌词 在吝啥 其实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音乐和视频结合起来 制作成一个音乐视频 然后呢发布到一些有播放量就可以有收益的自媒体平台上 那这些平台呢只要手机注册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就等发布成功之后 只要有播放量隔天就会有一个收益 是不是特别简单呢 特别适合你们那些不想露脸的新朋友们去操作了 考虑到很多小伙伴呢是新手小伴 我也把自己的一个经验整理成了一份直播时钞 三点关注我然后发消息给我留言学习 我会把我整理的分享给大家 可以让你少走一些弯路 如果说本期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up点赞哦 那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为什么新手作字媒体行业月入只有几十块钱 而那些自由博主作字媒体却月入几万呢 想知道你和他们的差距吗 如果是你做了一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不见效果 这就是你和几个博主的差距 仅仅只是几个工具和网站就能改变你目前的一个现状 最后一个呢是万能的网站 大家一定记得收藏起来 第一个小于二数据 这个网站呢是我强烈推荐的新手朋友去使用的 只需要输入我们的一个关键词 就可以自动生成当下最热门的标题和文案了 大大的减少你在标题和文案上浪费的时间 这个网站呢对新手小白来说真的非常的实用 朋友们赶紧收藏起来吧 一分钟就能做图但是呢我还是怕有些人不知道啊 作品想要很多曝光率啊 一个好看的封面尤为重要 就像人穿衣服好看的外表呢代表赢了一半了 来这里准没错 这里有海量的模板免费使用 自能抠图直接就可以做出好看的精美封面了 第三个梅花网 这个网站是一个信息价值最丰富的宝库 我们也能在上面查询到我们想要的文案 只需要我们输入关键词 就能自动生成当下最火的一个文案 也非常的实用 第四个电影天堂 海量高清无水印的视频素材 而且呢都是免费下载的 包含电影电视剧动漫预告片等等 这里全都可以搞定 第五个韩剧TV 这个呢是国内最大的一个韩剧网站了 能够在线观看也能够免费下载 韩剧呢也是一个热门的领域 第六个包图网 这是一个专业的素材网站 包含海量高清的图片模板 精美海报高清的视频素材等等 第七个耳铃网 这个呢是专业的一个音乐分享平台 提供无线下载 无版权的热门背景音乐和音效 第八个优摄网 是国内最优秀的摄影师学习的平台 提供课程教学软件 免费字体PRPSAE 各种软件教程 不管你是想做自媒体 还是想做其他的 没有灵感来这里就对了 第九个自媒体135 这个网站相当的暴力 所有的自媒体月入过万的大神 都在用这个网站 我们做自媒体需要的一个软件 素材工具平台 等在这里呢应有尽有 里面呢有很多海量高清的素材和内容 例如啊 平台的选择 以及视频图片 文字素材 软件安装等等 都是应有尽有的 如果看完本期视频 你也想要通过自媒体来赚钱 但是呢又没有什么方向 不知道怎么开始 可以三连关注我 评论区留言学习 我会分享一份 我做的自媒体的经验 希望呢能对你有所帮助 扫走很多弯路 相信大家都想拥有一份副业 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缓解压力 特别是这几年的疫情反复 也让我们意识到了副业的重要性 我现在的话 除了自己的一个组业运营之外呢 我每个月都会有五六千的一个被动收入 收入的来源呢 也是去年疫情在家 我尝试着接触自媒体 也是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自媒体副业 我是去注册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 主要是发一些影视的剪辑作品 也算是赶上了一个流量的高峰期了 那段时间啊 大家都在家里面嘛 所以说整天都在玩手机和刷视频 所以在那几个月里呢 我的收入还算不错的 截止到六月份呢 因为运营的账号实在是太多了 我就把我这个账号停根了 但是呢 因为有前面的作品累积 所以现在呢 每个月还是有几千块钱的一个被动的收入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今天就来教大家 怎样才能获得这个被动的收入 首先呢 我们要有一个能去赚钱的自媒体账号 比如说爱奇艺号或者是优酷号 具体的平台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张图了 只要是连满18岁 大家都可以自行去注册一个账号 用浏览器去搜索平台的名称 然后用手机号码进去注册就可以了 注册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布作品了 发文章和发视频都是可以的 像我主要是发影视的作品 大家可以参考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去发布内容 我们可以去电影天堂80S 找到高清无水印的影视素材 然后呢 可以去耳铃网爱给网 找到音乐的素材 不会剪辑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优舍网和bilibili 上面有很多的大神分享的免费视频剪辑教程 我们把找到的视频素材呢 进行一个二次的剪辑 发布到我们的注册的账号里面 有播放呢 隔天就会给我们计算一个收益了 不需要狠丝的基础 只要有播放量就能够有收益 嗯 一万的播放量 单价大概在10到80元不等 如果呢 你还不懂怎么操作 我也可以给大家准备 实操课程和入门的资料 想要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up 评论区留言 一 我免费的发给大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不想听讲解也愿意看的 但是还有一种是会讲解的 这种基本上是属于原创性质的 会把国外的一些视频拆解下来 然后用自己的文案和剪辑 加一个自己的故事 同时呢 这个故事保留了原来的稀缺古怪的部分 这样做的话也能成立 比如说这个外国小哥做一个实验的视频 B站的播放量呢是60多万 那一万的播放量是20块钱的话 那这个视频的收益呢 就是1800元以上了 而且随着看的人越来越多 收益呢还会持续的提升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视频 其实自媒体的操作并不难 但是如果没有人带着你 你会感觉很难 考虑到很多朋友都应该是新手 我准备了一份自媒体的直播客 三连关注我 然后发消息留言学习 我可以免费分享给你 今天打门来给大家说的话呢 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把国外原创者的视频直接下载下来 然后配上中文的结束和文字 就可以直接发布了 这做法呢其实也是可行的 因为国外的一些平台上 视频内容和字幕都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上传视频的时候 要单独上传字幕文件 这些字幕文件可以上传不同的语言 所以我们下载的时候呢 他们的这些视频是没有任何水印的 也没有任何字幕需要处理 这也就是非常纯净的 可以进行搬运了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只需要把他的字幕记录下来 然后使用翻译软件进行翻译 就可以操作了 这个过程呢听上去很简单 也非常可行 但是会有一些问题 去发布什么平台呢 那这些平台呢都是可以发布的 那我就是以爱奇艺为例子的 我这个账号的收益呢 一个月在1.7万左右 虽然不多呢 但是多做几个号 几万的收益还是有的 那其实爱奇艺的注册流程是很简单的 我们只要打开爱奇艺 点开创作中心 在右上角就可以看到一个爱奇艺号 然后点击加入爱奇艺号 完成各项资料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实名认证了 这样我们一个账号就能够申请下来 再把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电影 电视剧的精彩片段保存下来 用简映进行一个剪辑 剪辑2到5分钟的视频 然后在视频中加入自己的一个logo 字幕背景音乐等等的 最后发布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账号上面 不需要粉丝 只要有播放量就可以给我们结算到钱了 操作其实非常简单的 坚持去发布作品就可以做到了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三连关注我 老规矩留言学习的 我会分享一节实操教程 跟着教程走呢 你赚钱的机会就比普通人高很多了 那么有了这些以后呢 就涉及到伺候的一个账号 整体的一个运营了 前期呢想要账号做得快一点 方法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每天多发几个视频就可以了 只要你的视频正常属于优质的视频 平台呢就会给你推荐量的 在平台的要求范围内 每天发五个视频是没有问题的 自媒体呢 快速增加收益的方法 只有一个就是增加数量 当然就有人说 我要做好一个内容 优质的内容 这样我一个月做一个 这种视频呢 质量肯定是非常高的 对比之下呢 一天做五个视频的质量肯定非常一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后续会分享更多的自媒体干货 做自媒体十五天 增了四千块钱 素材是怎么来的呢 那最近有很多新色小白都很疑惑 问我做自媒体到底难不难 其实很简单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真实的自媒体 咱们的收益情况 直接就给大家收一下 我这里呢 有一个可以让大家赚钱的一个小项目 你不用担心需要交任何的会费 你不用担心是个片子啊什么的 这个呢 这是你完全凌成本 就可以去做的 我自己大概做了两三个月吧 不到三个月啊 我就赚了一万五千多块钱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项目 很多人可能也知道 叫做自媒体 你可以呢成为自媒体的作者 然后去发布平台喜欢的这些视频 然后就可以赚钱了 那我呢只是来分享这个东西的 不是来赚你们钱的 你们想了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 不想了解呢 就可以直接划手了 我只是来分享一下 如果说大家不懂具体操作的话 也可以三连 然后留言学习 私信我 我可以带大家一起玩 另外呢 在分享七个自媒体人 都在用的一个网站 里面包含着 视频的素材 图片素材 文案素材 音乐素材 等等全部都有 最后一个呢 是外人的网站 大家记得收藏下来哦 第一个爱给网 这个网站里面的资源是非常多的 有音效的素材 片头片尾的模板等等 而且每天都有一次 免费下载的机会 第二个梅花网 这个网站的信息价值点 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也能在上面查找 我们想要的文案 只需要我们输入关键池 就能自动生成 当下最火的文案 也是非常实用的 第三个耳铃网 是中国最专业的音乐分享平台 汇聚了国内众多的 专业录音师 拥有庞大的声音资源 和完善的版权保护 理想要的音乐呢 都能查询得到 第四个80S 这里面有超多的 高清无随音的视频素材 全部都是1080P的 视频的素材 都可以免费下载 第五个 这是一个强大的图片素材网站 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输入我们的关键词 就能够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图片 并且呢 每天都有一支免费下载的机会 几乎是不需要开会员的 第六个 韩剧TV 它是国内最大的韩剧网站 能够在线观看 也能够免费下载 韩剧呢 也是一个热门的领域 第七个 自媒体135 它是自媒体人专属必备的网站 视频音乐的素材它都有 并且呢 它还有音效的加工工具 图片编辑的工具 自媒体平台等等 都给我们分类整理好了 我们需要哪里 点击就可以直接到达 完全解决了 新手找不到 手续工具的一个繁忙 功能呢 也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 七个自媒体素材工具的网站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一定要点赞收藏 转发本条视频 评论区留言学习的呢 我会免费 让你跟我一起发视频 一天给你800 你敢不敢 产生的收益呢 我一分不要 但是你一天要给我上 六天的班 我需要你做的呢 就是准备一个自媒体的账号 每天拿两小时的时间 我给你提供素材和文案 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剪辑视频 如果你敢的话 下方抠个学习 我会分享完整的自媒体 入门时钞 上个月呢 我总共剪辑了105个作品 达到了一个4.2万的一个稿费 那其实无论是西瓜视频 还是哔哩哔哩啊 在这些视频上 我们除了去注册 成为观看用户 充值会员 看剧花钱以外呢 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收入 那接下来呢 我就来教大家 如何通过注册头条 发布视频赚取一个收益 如果你想做 但是没有思路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学习 我整理了一份自媒体的 时钞词栏 可以免费分享给你 那大家继续往下看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下载一个爱奇艺 然后点击进去 那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 我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一个 手机号码 去进行注册账号就可以了 我们再点击下方的 这一个创作中心 那么在右上角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爱奇艺号 陈腰入住 我们要点击这里 去注册我们的一个爱奇艺号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去发布作品才会有收益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自媒体 然后呢 我们选择立即加入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身份认证 那么去上传我们的一个身份证照片 那我们实名认证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这里的个人信息 去把自己的离称 头像 简介 去进行一个修改 那我们个人的话呢 离称和头像以及简介 都要改成跟我们所做的内容 所做的领域相关的 就比如说 我们要去做一个影视剪辑类的账号 比如说我改成小熊说影视 点击保存 然后呢 在我们这里去更改我们的一个头像 那头像的话呢 也是跟我们的影视领域相关的 这里的话随机去选择就好了 那么简介的话呢 我们就去描述一下我是干嘛的 那我这里就随便先写一个 那大家去改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丰富自己的一个简介内容 我这里的话就是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然后呢再回到我们的创作中心 假如说我们需要去上传我们的作品 那就在右上角去点击上传 那么在发布页面的类型上面 我们一定要去点击原创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创作收益了 然后你的标题还有话题可以去选择相关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点击对勾就可以去发布了 那么账号注册好之后呢 我们到一个视频网站上面 比如说电影天堂80s 去下载一些高清无水银的视频蔬菜 然后通过剪辑软件进行一个二次的剪辑 比如说添加解说背景音乐字幕等等 就像这样一个视频 注意看 这个女孩掉下了50块钱 男人急忙上前一脚踩住 这时女孩也发现了自己的钱不见了 看着女孩在四处寻找 男人既紧张又害怕 她实在太需要这50块了 男人名叫华盛 在一家茶楼打工还债 这天 那位丢钱的女孩居然找到了茶楼 华盛以为她是来找自己还钱的 心里害怕的要死 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up一键三连哦 评论区留言学习 您去教程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还有的人呢从来没有尝试过 却正正有识地说 这些都是骗人的 这就是所谓的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就像我们工作都会有一个港前的培训 那同样的培训 为什么最终的业绩差异会如此自大呢 所以赚钱的秘密并不值钱 正正值钱的是你为赚钱付出的行动 这个呢是我头条自媒体的后台 那可以说自媒体是实实在在可以赚到钱的 那今天呢我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99%以上的自媒体博主都会用的一个短视频的工具 但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你会发现很多博主为大家罗列出的一系列工具 包括一些网站和APP 如果你真的按照清单去找 你会发现没有几个是实用的 而且多数呢都是收费的 甚至有时候呢都找不到 那今天呢只给你们推荐简单适用又好用的短视频工具 只要用上这些 即使是上班族的你也能够轻松做到日更视频 所有推荐的资源和网站呢好用到爆 绝对无广 那咱们就点赞收藏起来吧 如果你做了一个月还没有效果 评论区抠学习 我可以把我整理的自媒体直播分享给你 第一个文案工具 零基础小白用 青斗 只要你复资爆款链接就可以一键提取文案 就像是三秒钟拥有满分作文模板 你只需要多篇整合进行一个二创就可以了 对标一些用户通点程度高容易爆的一些文案 重点是这么好用的功能呢 现在是完全免费的 赶紧用起来吧 第二个写脚本没有灵感 可以用AI智能文案 基索写作工具人 阿里妈妈 蜜塔写作猫 喜欢哪个用哪个 这里呢首推基索写作工具人哦 组页面简单易操作 输入关键词就能自动生成文章 还可以一篇文案列变千篇 妥妥的提升工作效率 据一网 敏感词 违禁词查询 确实空 一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名句和经典的句子 押韵精灵 输入你喜欢的字就能生成押韵词语 甚至是唐诗送词 特别绝 第二个拍摄工具 新手博主不用相机 一部手机就够用了 白天拍摄的自然光最绝 如果白天拍摄时间不允许的话 就在正前方来一个补光灯 增加画质清晰度 顶多再来一个软色背景灯 可以增加氛围感 拼多多上拼一个才12块钱了 美颜软件 美图秀秀和亲眼就足够了 第三个 封面自作 美图秀秀加黄油相机 美秀可以随便拼图 黄油贴纸好用到手软 最赞的还是它可以保存模板 一键做出统一风格 能省下很大的一部分时间 第四个 数据分析的网站 牵挂数据最全面的小红书数据分析网站 新红有详细的锤类数据榜单 热门内容可分类解锁 惨妈妈 搜索热池和热门的话题 提供商业服务数据 这三个网站大部分功能都是类似的 更推荐新人朋友用新红 因为可以在免费的前提下 搜索更多的数据 第五个 资源累积 实目文档 可实现手机和PC端同步编辑 文档自动保存 不怕丢 目步 极解大钢工具 一键生成四维导图 超好用 最后这个推荐给喜欢偷懒的新手朋友们 考拉自媒体工具网 里面有很多常用的新媒体工具 节省很多搜索和下载的时间 哪个好用你就用哪一个 我再多说一句 如果有人还向你推荐某转的话 我告诉你 走一步都要收费一步 新人宝贝想做自媒体 但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评论区抠学习 我可以把我整理的自媒体直播分享给你 关注我了解更多自媒体时钞哦 重复在37万到存款57万 我用了283天 那方法呢 只分享给有需要的兄弟 富二代可以划走了 因为这种赚快钱的手段 你可能真的看不上 那我做的呢 是搬运翻译国外解说的视频赚钱 简单来说呢 就是把国外电影解说的视频 搬运到国内的自媒体平台上 比如说像B站 爱奇艺 西瓜视频 我们肯定都刷到过这种国外电影的解说视频 而且呢 播放量是并不低的 几百万的播放也是不在少数的 你以为他们都是原创视频吗 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 他们呢 就是通过这种复制粘贴的方法 轻松做到这种视频的 省时省力又赚钱 如果你也想通过自媒体赚钱 评论区留一个感谢分享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会分享实操的工具和直播的详细教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实操环节 一步一步教大家 如何通过这种方式去制作一个原创视频 第一步呢 就是这些国外解说视频去什么地方找 那这里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基本上所有类型的解说视频呢 它都有 而且涵盖了各个国家的 视频题材呢 也是非常广泛的 可以说是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吧 那第二步呢 就是选择适合的领域 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领域的解说 视频发布后的播放会更高一些 更容易爆 那这里结合我的经验 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好的赛道 第一个是动漫动画 第二个体育赛事 第三个奇闻意识 第四个科普纪录片 那这四大类呢 是比较容易火的几个热门方向 那你在确定好领域方向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第三步 我们如何去搜索这些领域的视频呢 因为这个网站是国外的 那我们就不能直接用中文进行搜索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把想好的关键词 比如说科普纪录片 然后呢 用到某个工具 翻译成英文 然后再用英文去搜索 那除了英文 你也可以翻译成日语 韩语 德语 法语 泰语 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 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进行搜索 在搜索到想要的视频之后呢 就进行第四步 我们要对视频进行一个下载 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视频的链接 放进到这个工具里面 进行解析就可以了 大家的视频下载好之后呢 就来到第五步 那我们把下载好的这个视频啊 放进这个文案提取工具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文案提取出来 但是呢 提取出来是英文的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工具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帮我们把英文 直接翻译成中文 第六步 就是我们对这个文案 进行一个原创的处理 把翻译后的中文 放进这个AI字文原创工具里面 然后呢 对它进行一个原创度的处理 文案的意思呢 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每一句话都和之前是不同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原创文案了 第七个步骤 文案有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配音了 你可以去选择用自己的声音 当然你嫌麻烦的话可以使用配音软件 市面上的变音软件呢 也是非常多的 那我这里呢 推荐一个免费的配音工具 微软的声音语音合成 那这里呢 有很多适合解说的声音 你选择一个适合的就OK了 那这个文案和配音 我们决定之后呢 就来到我们第八步 我们要对这个视频 进行一个去从的处理 虽然说这个视频呢 我们是从国外网站下载的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原创度的处理 那么怎么去做处理呢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对原来的视频 进行一个画面的分割 然后在分割的地方 添加上转场以及特效 最后呢 把处理好的视频 添加我们的一个原创配音 然后再加上一些背景音效 那这样一个高原创度的视频呢 我们就制作完毕了 那第九步 我们把现在的经济一直在衰退 那如果你失业了 你是否会考虑去做自媒体呢 你会考虑去一些自媒体的平台 发视频和文章来赚取收益吗 我先告诉你 多数人不会的 因为多数人呢 则会想 那真正能落实到底的人呢 已经塞掉95%了 你不要觉得这个数字很夸张 那你也不要觉得 这个我一定会去做 因为你现在的数据呢 都是历史的数据 当你真正失业的时候 你未必会去做自媒体 那如果你现在手上一分钱都没有 你怎么能快速赚取1000块钱呢 你会不会想到想去跑快递 或者去开递递呢 这个呢就是95%的人的想法 但是我告诉你有更快的 就是视频转文字赚钱 富二代呢可以直接滑走了 因为这种赚快钱的手段 你可能真的看不上 简单来说呢 就是把自媒体平台的这门视频 通过语音转文字 然后进行一个二次创作 发布到自媒体的平台上 就比如像头条号 大约号等等 基本上都会找一些平台热度很高的视频 这些呢都是经过平台验证过的内容 这样呢就能获得平台的一个创作者的激励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通过这个方法赚一点小钱 那么呢就耐心的看完本期视频 如果说你看完还不会 可以在评论区留上一个学习 然后三连本期视频 我会分享一份时钞的直播教程 那么我就以最近发布的文章 杨立伟的这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它是有一个5.8万的一个阅读量 给我带来了118元的创作者收益 那我是怎么找到这些素材的呢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西瓜视频 搜索中国第一位非天航天员杨立伟 找到一个播放量比较高的作品 选择右上角分享按钮 然后呢复制一下链接 然后呢就是可以打开某个小程序 选择文案提取 就可以直接提取出文案了 那我们可以根据视频的内容 进行一个二次的创作 然后呢就可以发布到自媒体的平台上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不过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比如账号的注册运营 另外就是标题和封面 还有是怎么去编辑来避开平台的一个查重选择 那这些呢我都准备了一节自媒体的史超直播课 三连支持一下 然后评论区扣学习 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呢 也可以私下找我沟通哦 最近发现很多做影视解说的朋友 他们的作品呢乱七八糟没有头绪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做影视解说的十个自作流程 那在本期内容分享前呢 先和大家来聊一聊 新手能不能做影视解说 好不好做 能不能做起来 那当然有结果的人呢 他才有发言权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呢是我正在运营的影视解说的一个头条账号 目前是有一个142万的粉丝 那总的收益呢是107万 那每天的收益可以保持在1000到2000之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收益是非常稳定的 那新手做影视解说能不能做起来呢 用新做肯定是能做起来的 影视解说的操作简单 上手快 可以说会玩手机的人呢都能学会 那当然呢你要拿出一定的执行力才可以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如何去做影视解说 可以给这个视频三连 我准备了一份影视剪辑的时钞直播 包括影视剪辑如何一天正500 如何突破1万的播放量 教理从零开始打造100万的粉丝 通过一部手机月入过万 另外呢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个自媒体的专用剪辑工具包 包括最常用的配音软件 剪辑软件背景音乐以及各种插件 全部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那评论区抠一个学习 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回到今天的分享 那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找到目标剪辑素材 用数据筛选出符合我们账号垂直的电影电视剧 第二步就是写解说的文案 并且录制声音 当然如果大家普通话不标准的话 可以用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配音软件 这个小男孩太惨了 他只能跟爸爸睡在地铁的公共厕所里 爸爸用卫生纸扑地 外面有人敲门咒骂 他就用腿底住门 用力捂住儿子的耳朵 那这个软件呢 当然是免费的破解版 还有电脑版和网页版等等 我都会给大家打包好 如果需要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找我获取哦 第三步 把影视导入到剪辑软件里面 这里呢 我用的是电脑端的PR剪辑软件 那大家想要这款软件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方置顶区找我领取 第五步根据解说的文案进行素材的分割 变数精简点击操作 第六步调整清晰度后导出 第七步再次导入视频 先识别字幕 第八步设置作品的封面 那我会给大家提供封面的模板 方便大家可以一键导出保存 第九步添加符合作品风格的背景音乐 这里呢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套背景音乐合集包 也是影视剪辑专用的 第十步 导出成品后 通过中视频发布即可 那本期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想做自媒体的话 可以给本期视频三连 评论学习呢 也可以获取到时钞课哦 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这是我的小伙伴第三个号 上周呢 又是一次过程 前天报了一条视频 收益三百四 但很多的朋友啊 因为原创的问题 始终过不去中视频 更吃不到收益 那接下来呢我会从画面文案开通细节发布流程来告诉你它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啊过程是大部分人最头疼的问题 一旦第一次没有通过要等到一个月之后才能申请 那么这个原创是如何来判定的呢 它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一个是视频画面 另一个是画面啊 不要做简单的拼肩 比如影视混件 视频都不是你拍的 仅仅把人家的原片拿来剪剪就发 肯定是过不去的 你要在原片的基础上加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解说文案或者表情包 其次呢要在原片的基础上每分钟切成10到15个片段 提高视频信息的密度 不知道文案啊 大家不要想着直接拿别人的男友 除了视频画面外 文案也会被系统查虫 一不小心就被扣了20分 所以啊 在改文案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句式的变化 比如 玛尼亚拥有一只左眼瞎了的猫 一只瞎了左眼的猫是玛尼亚的 玛尼亚的猫是左眼瞎的那只 然后呢 着重说一下中视频计划的开通流程 除了原创外 很多朋友啊 不按步骤开通 一样也过不去中视频的审可 他的要求呢 是在西瓜后台发布三个以上 横版的一分钟以上的原创视频 并且啊 播放量要大于17000 我们第一步呢 是注册头条号 直接在今日头条APP 我们搜索头条号三个字 点进去 按照提示进行注册 注册好账号之后 要不要实名也是一个问题 首先啊 不实名也是可以申请中视频计划的 发视频一样有累积收益 实名的意义呢 在于能让你开通提现的功能 前期建议大家先把号做起来 注册好头条号之后 直接登录西瓜视频 西瓜视频和头条的账号是互通的 第二步就是把抖音和西瓜头条进行绑定 我们直接在抖音搜索中视频计划 点击顶部的这个链接 按照提示去绑定就可以了 第三步 发布一分钟以上横版的原创视频 保险一点呢就做成员创 拍一些农村的赶集 做饭 喂猪等视频 西瓜的用户年龄偏大 对农村的生活有精进感 视频更容易起料 那想做内容二创的 就把国外的美食手工综艺节目 拿来解说一下 都有字幕翻译 写文案呢也比较方便 第三步 发布 在西瓜后台发布的时候 是可以单独设置抖音的竖屏封面 但是上传的视频呢 没办法横屏转竖屏 很多人发了视频 没通过中视频的审核 就是因为比例不对 抖音啊是9比16 西瓜呢是16比9 你需要在简映里 自行调整后导出视频即可 另外呢 在发布的时候 要记得开启同步和原创 如果不打开同步的话 你就会缺失一份抖音的流量收益 那不开启原创呢 则会永远过不去中视频的审核 第四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播放量的问题 如果想要快速的通过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投抖家100块钱的抖家 加上赠送的差不多有6000的播放量 中视频计划需要17000才能达标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作品不是差的离谱 最多200块 加上10条作品就可以通过审核了 抖音加头条加西瓜的累积播放 就按每天500算 12000加5000正好呢 就是17000的播放 想做事啊 就不要老想着零成本 花200块能三天搞定的事情 非要等半个月 这中间播放产生的收益 都能帮你赚回来了 那关于中视频的玩法呢 视频素材的获取也是一个难题 你可以再三连一下本条视频 评论一个学习 我分享一份实操直播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Bio Bio 你要点赞 你要投币 好不好 点赞啊 投币 刷下一个视频吧 你的B站以后刷不到我了 没关系 你要给别人投币啊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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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你每次都摆着我怎么活啊 Bio 你这个B 占有我 做自媒体一定要收藏好这18个工具网站 那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粉丝朋友们呢 在视频下方问我 怎么样去找素材 用什么软件 用什么网站等等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自媒体人最常用到的一些工具 那么本期视频只分享这一次 包含呢 你做自媒体需要的文案运营素材排版 一定要耐心的看完 然后点赞收藏起来 免得下次找不到了 如果说有不懂的地方呢 一定要在视频下方留言一个球带 我都会给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和方法 第一个文案的网站 第一个文案狗 文案狗呢 其实是一个导航网站 可以在里面找到关于图片的素材网站 和文案的素材网站等等 那第二个 topic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有很多创意的文案 同时还会有一些视频和图片的拍摄创意 即使你想要写出有创意的题目和文案的时候呢 这个网站可以带给你敏感 第三个 梅花网 汇集了各种精彩的案例网站 基本上在互联网上面传播比较好 你看过的精彩案例呢 上面都是有的 对于每个精彩案例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分析 在这里 你会学到不少关于营销传播的知识 并且呢 可以运用到你的作品上 如果说你的作品好 你的能力足够强 你可以在上面推广自己 第四个 易文网 这是一个分析各类优秀案例的网站 不过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左边的灵感日记 可以提前记录每个日期会有什么热点的事情 这样呢 你就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 提前把控热点 这是创作文案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个 运营类的网站 第一个呢 就是新榜 新榜最有价值的就是 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些热门内容 知道当下哪些内容在各个平台的热点最高 这样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创作内容 到一个侧热点的一个效果 获得一个好的流量数据 第二个 运营派 这是一个注重于学习教学 运营内容 与用户等等的一个运营网站 重点是教你如何去运营作品 要知道啊 一个好的作品呢 还得要有好的运营才能够去发挥最大的价值 第三个 素材类网站 第一个呢 就是芯片厂 如果说你想要做短视频 就要好好看看这个网站 里面呢 有很多剪辑不错的视频 能够带给你一些不错的灵感 另外呢 它还有很多模板可以用 有音乐图片 视频的素材也可以下载 第二个 开眼 是一个APP 也有很多剪辑精心的视频 拍摄有创意的视频 如果你想做视频创作 可以在里面学习很多拍摄手法 也是灵感的一个来源地 第四个 制作图片排版内容站 第一个 卡瓦 提供各种各类的模板 可以设计封面 也可以拼图 提供多种字体模板 基本上能够满足自媒体 制作图片的一个要求 并且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网站 当然它有APP可以操作 第二个 黄约相机 它最需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字体风格比较多 在制作封面的时候呢 设计出很好看的字体 也拿出来做贴纸 在图片上面标注 第三个 美意 这是一个能够处理图片参数 比较多的网站 我最喜欢用的功能是在一张图片上 添加一张图片的剪影功能 操作呢 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第四个 美图秀秀 要修一些人像 还得靠美图秀秀 美图的参数设置 能够让你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五个 VSC Open 这是一个滤镜做的比较好的一款相机 可以给你的照片 添加各种滤镜 你想要的风格上面都有 最好看的就是 密斯夫滤镜 第五个 图片类 第一个 Pixel 有各种高清的图片 提供免费的下载 图片的风格有风景 人物创意类等等 几乎你想找的风格上面都能够找到 第二个 堆堂 它的图片偏向于小猩猩 也有一些搞笑的 有创意的表情包 图片清晰度也是比较可以的 第三个 SogSlave 也是一个高清的图片网站 分类一目了然 可以根据新型地点 或者场景来选择你想要的图片 查找图片也是非常方便的 第四个 Onsplash 这是一个高清图片网站 可以在上面找到不少有意境的图片 第五个 Foodspeed 这是一个专注美食的图片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 你可以看到各种拍摄精美的美食图片 其实对于一个自媒体创作者来说 有些图片的拍摄意境是可以模仿借鉴的 对于美食博主也是能够提供不少的拍摄灵感 那么以上这18个网站 是大部分人自媒体都在使用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人要做自媒体 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的朋友们 可以在评论区扣一个球带 我会免费分享你一些自媒体实操直播教程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自媒体干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某屋上看到一个问题 兼职选线上还是线下 当然是线上的 在家吹着空调 拉着电脑就能赚钱 为什么要选线下呢 公寿日晒又与您的 线上兼职呢 也是我一直在做的 这期视频将会盘点15个免费靠护线上兼职 适合学生党 宝妈 上班族和各种有越于时间的你 第一 阿里巴巴云客服 在家工作有电脑即可 工作内容呢 就是回答客户的问题 后台都有话术 直接复制粘贴 没有什么难度 时间15到22 一月一节 第二美团拍电 拍摄外卖店铺照片 一单任务4到5元 光街就把钱赚了 不同的地区 任务难度和价格略有不同 第三众人帮 兼职任务平台 任务难度不同 价格不同 几块钱的任务几分钟就能搞定 不费很大力气 还赚个早餐钱 第四美物清单 自买省钱 分享赚钱 邀请用户注册 还能得40%的佣金 类似的平台呢 还有高佣联盟 第五卖资料 有人靠一套六页的资料 就赚到了三万块 如果你的手上有 有价值的资料 比如考研 四六级真体 面试经验等等 可以将它们打包 放在这些平台上售卖 第六投稿 文笔不好的 可以在多半稿费银行 找任务 5到10元 一篇文章没有什么难度 10分钟就搞定 有文笔的呢 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投稿 单篇价格根据质量 在50到2000左右 第七抖音小项目 搜索爆料 进入热点爆料 通过的视频 一条200到300 第八 饿了吗 外卖赏金 一单呢 是3块到15 外卖是刚需 推广容易 对消费者来说 偶尔能拧到大红包 比如说20前18 别人点外卖省钱 你赚钱 一举多得 很多商家呢 都在做 第九 云监督 当住拖元镇早起 或者完成目标 可以开一个店铺 或者做社群 比如说早起打卡群 或者监督群 赚成的同时呢 还可以积累用户 做后续变现 第十 翻译 签字80到200 通过平台接单 我有朋友全职 做翻译 一个月8000左右 翻译赚钱的平台呢 有这些 第十一 做平台讲师麦克 年轻辛苦 后期堂赚 我的两套课程呢 至少为我带来了 几千块钱的收益 依靠平台流量 无需推广售后 平台选择和录刻细节 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赶紧截图表层哦 第十二 自媒体 分为图文自媒体 和视频自媒体 团队的平台呢 有头条号 大鱼号 百家号 企鹅号等等 这也是我正在做的 自媒体平台赚钱 方式有很多 平台也有很多 你可以先去了解 各个平台 选择一到两个 适合自己去做 去之前呢 要把平台规则熟悉好 然后再创作 像这类兼职 我也是非常推荐 你们去做的 因为我上个月呢 做了一个影视剪辑的账号 收益呢 就有一万多 你的视频 只要有播放量 就会有收益 展示我看到一个 八万粉丝的作者 每天文章的打赏 就在两千块钱左右 知乎上万粉丝 给别人点个赞 报价是两百元 论片上上传视频 收益是最高的 一万播放呢 就可以达到上百元 这种兼职 是不是很香 要开始 但不知道怎么做的 小可爱们呢 不要慌 给爱会一个三年 并在下方评论一个学习 我会给你们上一节 自媒体新手直播课 来教你怎么做 第十三 卖照片 拍了好的照片呢 一张就能卖几百 有的平台 还采用版权买断的形式 每张照片 游戏质量在五十到两百左右 类似的平台呢 有这些 十四 PPT带座 兼职设计师 自由接单 四六分成 一套两百的PPT呢 你能拿八十块钱 对设计水平要求不高 还有不少找资料 套模板 这种价格不高 但是几分钟 就能完成的单子 如果本期内容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记得点赞 收藏 加关注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io 你要点赞 你要投币 好不好 点赞啊 投币 刷下一个视频吧 你的B站以后刷不到我了 没关系 你要给别人投币啊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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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都摆着我怎么活啊 Bio 你这个B 占用我 啊 现在谁还不知道 火爆全网得羊了个羊 模型的游戏设定和背景音乐 让你一打开就停不下来 那各种攻略和挑战视频 全网爆火 不管你会还是不会 能不能通关都会引起热议 那我呢 也是在他上热搜的第一时间 就录制了好几个游戏视频 然后发到了各大自媒体平台 随着游戏的爆火 那我的视频呢 也是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流量高峰 短短一个月啊 就收入了1000多 如果说你的空闲时间比较多 也想有一个额外的副业收入 但是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和方法 那你相信我 做自媒体视频剪辑 绝对是一个好路子 那可以看到啊 我也是做了三年了 现在的总收益呢 是有这么多 当然啊 我也付出了相对应的代价 每天足不出户 眼睛度数也越来越高 和朋友基本段的社交 那接下来呢 我会和大家讲一下流程 那你们呢 也可以尝试着做一做 记得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关注一下 那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去注册一个自己的 自媒体账号 那一般呢 有一个手机号就可以注册了 那你根据它的提示 去进行实名认证 选择好自己相对应的领域 那新手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建议先做影视 娱乐游戏 这三个领域 那它们呢 都是流量比较大的视频领域 那像文案的内容的话 那可以去参考梅花网 顶尖文案 树音网 音乐的话 我们有各大音乐APP 我们可以直接去上面挖掘 像视频素材呢 我们就可以到电影天堂 80s这些网站里面 去找高清无水音的视频素材 再用剪辑软件 进行一个二次剪辑处理 加上音乐字幕 还可以加一个水音 来增加一下自己的个人原创度 最后发布到靠播放量 赚取收益的自媒体平台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 只要有播放量 就可以产生收益了 那像这样的自媒体平台 有很多啊 比如大鱼 百家 今日头条 哔哩哔哩等等 那我呢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些剪辑教程 如果说你也想入门自媒体 但是没有方向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个学习 我会分享你一节自媒体 运营直播教程 那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做自媒体最让人崩溃的事情 就是写文案呢 你和那些百万粉丝的up主相比 到底差在了哪里呢 那我通过自媒体呢 赚了一百多万了 都是用了这七个工具而已 这是我亲测过的 写作之前呢 通过这几个工具的应用 提升文笔 方法非常的简单 但超级有效 大家赶紧点赞收藏 用起来哦 评论区科学习 我也会把我学习的自媒体教程 分享给你 一 找金句 用句译查句 输入里的主题 就能一键查找优质金句 超级好用 还会显示金句的来源 二 找词语 用反向词点 输出一个词语 逆可生成多个经义词 还可以定制词语的字数 运缴词词形 太人性化了 写作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语言 不高级不恰当 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合适的 让你不再词穷 三 写诗歌 用九歌 自动帮你写诗的工具 真的太实用了 如果找不到网页的话呢 就九歌加精华大学 输入关键词就能帮我写诗 放在文章里 文采立刻提升 四 找错字 用爱教对 文章写完后 改稿的第一步 就是教对错别字 和语法逻辑错误 用爱教对很方便 要注意机器教对 不是特别的准 还是要自己看一看 是否正确 然后再修改 五 找课程 用学堂在线 这是新华大学发起的 木课平台 有国类外一流大学 超过3000门优质课程 想学习各学科的课程 想提升自己的报纸 在这里找就行了 在家就能够听名诗哦 六 找好书 用文权书局 新华大学旗下的 购买书籍和在线阅读的平台 方便找各类书籍 和教学教材 可以通过关键词 书名来找书 写文案的时候呢 我常常要用到 运营的一些知识 很多书呢 都是在这里找的 七 自动写作 用火龙国写作 可以进行文章 自动改写 续写 校对 翻译 对写作者真的是太友好了 AI功能辅助写作 还能够帮你提供写作素材 非常的精美 最后呢 在这里给大家梳理了 今天的思维导图 喜欢呢 记得一键三连 并且评论学科学习 我就会发你一份 自媒体学校教程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什么是坏星球 什么是坏星球 如果你想知道 什么是坏星球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学网课也能赚钱 你们知道吗 我通过这个方法呢 也赚了一万五 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我就是平时在 学习网课的时候呢 把我觉得比较 有意思的内容呢 把它录屏下来 然后呢 再转化为视频 然后再把它上传到 有播放量就有收益的 自媒体平台上 结果这些平台啊 就给我带来一个 这样的收益 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个收益怎么样呢 但是对我来说 真的非常的满意 因为我不需要 任何的一个成本 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是新手 不想要露脸 又不会拍视频的话 那完全可以用 我这个方法 赚取一个额外的收益 那其实做自媒体操作 并不难 但是如果没有人 带着你呢 你会感觉到很难 考虑到很多朋友 应该都是新手 视频的最后呢 我准备了一份 自媒体的直播实操 评论留言 感谢分享 我可以免费分享给你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跟大家实操一下 我这里选取的是 一个马云老师 金融峰会上的 一个名场面打卡 首先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马云爸爸的 演讲视频啊 当年的视频自在 我认为 曹操要把所有的 串联起来 这就是中国 全世界最早的航空思想 但是一把我烧了以后 一千年来 中国人 还想都不敢去想 一单 这就是我们的 一个演讲视频啊 那像这种视频 怎么去制作呢 那么首先 我们应该先找到 这方面的一个 视频素材 对不对 我们自己去添加就好了 明白了吧 大概是6秒钟左右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有一个06 我们把这个指针啊 滑到第6秒的时候 我们选中视频 然后再点击一下分割 然后看到没有 就一段视频 变成了两段 然后我们再选中中间 这个白色的框框点一下 然后点击一下 叠化专场 然后点击对购 为什么我们要做 这个操作呢 因为可能很多人 都剪了嘛 马爸爸的 最方便的视频 你没有办法保证 别人没有去剪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 加个专场 是为了减少 被这个平台 识别的一个风险 所以啊 我们要这样子 加一步 大概每隔6秒钟 我们点击一下分割 好 然后我们这些 都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点击导出 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视频 发布到有播放量 就有收益的 自媒体平台上 这样你就可以等待 第二天的平台 给你带来的收益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视频的领域呢 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 教育类 励志成功类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网 我们可以去看 罗翔老师 和一些网红老师的课 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想 一个罗翔老师 养活了B站 多少个up主 最后呢 是兑现福利的时候 留言感谢分享 我免费分享 一些自媒体的 时钞课给你哦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 并转发 就可以找我领取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听书也能赚钱 你们知道吗 那我上个月呢 通过这个方法 已经赚了7000多了 那今天呢 我就来把方法 分享给大家 而且全程实操 首先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听书赚钱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把我们 平时听书的时候 看到的一些片段啊 我们把它变成视频 再加上自己的一个解说 那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 二次创作的视频了 那么这一类的视频 是靠什么变现赚钱的呢 首先第一种 就是播放量变现 可以在今日头条 西瓜视频 哔哩哔哩哩 爱奇艺号这些平台 这些呢 是靠播放量 就能够给你带来收益的 那一万的播放量呢 是20到80元不等的 注意了 粉丝观看的单价呢 是非粉丝的三倍 第二种 影视宣发 账号呢 有一定的粉丝之后呢 可以去接一些 影视宣发的任务 一条视频的收益呢 在几百到几万是不等的 那么再讲到第三种 就是卖产品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内容电商 我们可以去卖 也可以直接去卖实体的书 或者去卖一些视频的会员 比如说腾讯视频 爱奇艺视频的会员 或者是像一些电影票 外卖的一些优惠券 都是可以的 总之来说 变现的方法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听书的版权问题 我想这个呢 也是非常多的朋友 关心的一个话题 版权问题 那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剪辑平台上 已有版权的作品 比如说在比赛上呢 就有三体的小说版权 和凡人修仙传的版权 在腾讯视频上呢 就有斗罗大陆 完美世界的小说版权 这些呢 都是可以的 平台已经把版权买下来了 还有就是我们多注意平台的 二创的活动 参加活动呢 不仅可以获得平台的一些授权 还有就是流量的扶持哦 是不是很爽呢 那第三个 我想有很多人担心 就是这一类的作品 已经有很多人剪辑了 自己会不会有流量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完全不用担心这个 因为小说的细节丰富度 是比动漫和电视剧要高很多的 而且呢 因为自作的原因 有大量的剧情 电视剧是没有播的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剪辑未播的隐藏剧情 比如说很多平台 都在所推的三体电视剧 但是 偏偏这部电视剧就是没有播 那我们就可以剪辑 三体小说的解说视频 其实平台上有很多人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这个博主 叫做13药和拳头 整个视频的播放量高达404万 那么按照1万的播放量 30的单价来计算的话 那这个三体的系列 给他带了1.2万的生意 那这个视频呢 还在持续的给他推嘛 而且呢 也在给他涨粉 那么我们一开始说过 粉丝的播放量单价 是一般的播放量的三倍 其实大家就是跟追剧一样 一集一集的往下看 那这样呢 是不是很香 再比如说 这个凡人修仙传的解说视频 在B站的播放量呢 就能高达795万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类的作品的市场是很大的 那这个UP组的名字呢 叫做名侦探拳头 粉丝在71万左右 被B站认为是知名的UP组 播放量呢 也在5418万左右 那我计算一下 光是播放量的收益 就能有16万 再加上广告宣发的收益 我想说 总的收益呢 肯定是超过了30万的 那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B站上连收入过50万的自媒体博主 很多呢 都是90后或者00后 所以说呢 副业座自媒体的天花板是很高的吗 而且就算我们做不出什么效果 也没有什么损失 只是浪费了一点时间罢了 即使自媒体的操作并不难 但是如果没有人带你 就会感觉到很难 考虑到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新手 我准备了一份自媒体的直播课 评论区留言学习的 我今天免费分享给你 那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说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 就是把视频直接下载下来 然后配上我们的解说和字幕 就可以直接发布了 那这个做法呢 其实也是可行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就教大家如何去操作 我们首先去下载一个万能联播的APP 直接在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就可以了 下载好了之后呢 我们找到了这个浏览 比如说我们把圆龙的视频链接复制进来 这部剧B站把第二集拍毁了 但是小说还是可以的 我们进来之后呢 在旁边有一个下载按钮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视频下载到手机相册了 如果你觉得很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用手机自带的物资功能 物资下来 视频的文案呢 我们直接去参考小说的原著 在微信读书上就可以找到 那我建议大家不要去改剧情啊 把剧情简单化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这部小说很受欢迎 就是作者写的好 所以我们要尊重原著 不动脑筋改来改去 然后我们如果想要丰富一下视频的元素 你还可以去豆瓣 微博 似乎 抖音 找一些小说创作背景故事 记住我们一定要去找一些 点赞量比较高的热门评论 这些内容本身就比较吸引人 是经过验证过了的 那配音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搜索微软语音合成 找到一个适合小说的声音 比如说这个 云野的声音 这个过程听上去很简单 也非常可行 但是呢会有一些问题 去发布什么平台 在这些平台都是可以的 那我就以爱奇艺为例子 我这个账号的收益呢 这个月在1.7万左右 虽然不多 但是多做几个号 几万的收益还是有的 但其实爱奇艺的注册流程很简单 我们只要打开爱奇艺 点开创作中心 在右上角就能看到一个爱奇艺号 然后点击加入爱奇艺 完成各项资料之后呢 就可以实名认证了 这样我们的一个账号就申请下来了 再把我们平时看到一些电影 终于的精彩片段保存下来 用剪映进行一个剪辑 剪辑一个2到5分钟的视频 在视频中再加上logo 字幕背景音乐等等 最后发布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账号上 不需要粉丝 有播放让呢 就能给我们结算到钱了 操作其实非常简单的 坚持去发布作品就能做到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评论区留言学习 我分享一份时钞教程 跟着教程者呢 你赚钱的机会呢 就比普通人高很多了 那么有了这些 以后就涉及到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了 前期想要账号做快乐 听歌也能赚钱 你们知道吗 前两天呢 我用这个方法也赚了七千多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一边听歌 一边赚钱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费 5到10分钟的一个时间 去音乐平台上面听听歌 然后呢 将你喜欢的音乐收赏下来 接下来呢 就是去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网站了 比如说我们的豌豆网高清电台 下载一些高清无水印的视频素材 只要你有手机就可以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到我们的一个剪辑阶段了 那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一波时钞吧 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 然后呢 它的一个歌词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给它放大一点 然后再点击样式 我们换一个我们喜欢的字体 然后呢 再换一个颜色 打勾 然后呢 它直接运动到 不再关心我的世界下了雨 其实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音乐和视频结合起来 制作成一个音乐视频 然后呢发布到一些有播放量就可以有收益的自媒体平台上 那这些平台呢只要手机注册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就等发布成功之后 只要有播放量隔天就会有一个收益 是不是特别简单呢 特别适合你们那些不想露脸的新朋友们去操作了 考虑到很多小伙伴呢是新手小伴 我也把自己的一个经验整理成了一份直播时钞 三点关注我然后发消息给我留言学习 我会把我整理的分享给大家 可以让你少走一些弯路 如果说本期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up点赞哦 那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为什么新手作字媒体行业月入只有几十块钱 而那些自由博主作字媒体却月入几万呢 想知道你和他们的差距吗 如果是你做了一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不见效果 这就是你和几个博主的差距 仅仅只是几个工具和网站就能改变你目前的一个现状 最后一个呢是万能的网站 大家一定记得收藏起来 第一个小于二数据 这个网站呢是我强烈推荐的新手朋友去使用的 只需要输入我们的一个关键词 就可以自动生成当下最热门的标题和文案了 大大的减少你在标题和文案上浪费的时间 这个网站呢对新手小白来说真的非常的实用 朋友们赶紧收藏起来吧 一分钟就能做图 但是呢我还是怕有些人不知道啊 作品想要很多曝光率啊 一个好看的封面尤为重要 就像人穿衣服 好看的外表呢代表赢了一半了 来这里准没错 这里有海量的模板免费使用 自能抠图直接就可以做出好看的精美封面了 第三个梅花网 这个网站是一个信息价值最丰富的宝库 我们也能在上面查询到我们想要的文案 只需要我们输入关键词 就能自动生成当下最火的一个文案 也非常的实用 第四个电影天堂 海量高清无水印的视频素材 而且呢都是免费下载的 包含电影电视剧动漫预告片等等 这里全都可以搞定 第五个韩剧TV 这个呢是国内最大的一个韩剧网站了 能够在线观看也能够免费下载 韩剧呢也是一个热门的领域 第六个包图网 这是一个专业的素材网站 包含海量高清的图片模板 精美海报高清的视频素材等等 第七个耳铃网 这个呢是专业的一个音乐分享平台 提供无线下载 无版权的热门背景音乐和音效 第八个优摄网 是国内最优秀的摄影师学习的平台 提供课程教学软件 免费字体PRPSAE 各种软件教程 不管你是想做自媒体还是想做其他的 没有灵感来这里就对了 第九个自媒体135 这个网站相当的暴力 所有的自媒体月入过万的大神 都在用这个网站 我们做自媒体需要的一个软件 素材工具平台 等在这里呢应有尽有 里面呢有很多海量高清的素材和内容 例如啊平台的选择 以及视频图片 文字素材 软件安装等等 都是应有尽有的 如果看完本期视频 你也想要通过自媒体来赚钱 但是呢又没有什么方向 不知道怎么开始 可以三连关注我 评论区留言学习 我会分享一份我做的自媒体的经验 希望呢能对你有所帮助 扫走很多弯路 相信大家都想拥有一份副业 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缓解压力 特别是这几年的疫情反复 也让我们意识到了副业的重要性 我现在的话 除了自己的一个组业运营之外呢 我每个月都会有五六千的一个被动收入 收入的来源呢 也是去年疫情在家 我尝试着接触自媒体 也是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自媒体副业 我是去注册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 主要是发一些影视的剪辑作品 也算是赶上了一个流量的高峰去了 那段时间啊 大家都在家里面嘛 所以说整天都在玩手机和刷视频 所以在那几个月里呢 我的收入还算不错的 截止到六月份呢 因为运营的账号实在是太多了 我就把我这个账号停根了 但是呢 因为有前面的作品累积 所以现在呢 每个月还是有几千块钱的一个被动的收入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今天就来教大家 怎样才能获得这个被动的收入 首先呢 我们要有一个能去赚钱的自媒体账号 比如说爱奇艺号或者是优酷号 具体的平台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张图了 只要是连满18岁 大家都可以自行去注册一个账号 用浏览器去搜索平台的名称 然后用手机号码进去注册就可以了 注册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布作品了 发文章和发视频都是可以的 像我主要是发影视的作品 大家可以参考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去发布内容 我们可以去电影天堂80S 找到高清无水印的影视素材 然后呢 可以去耳铃网爱给网 找到音乐的素材 不会剪辑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优舍网和bilibili 上面有很多的大神分享的免费视频剪辑教程 我们把找到的视频素材呢 进行一个二次的剪辑 发布到我们的注册的账号里面 有播放呢 隔天就会给我们计算一个收益了 不需要粉丝的基础哦 只要有播放量就能够有收益 嗯 一万的播放量 单价大概在10到80元不等 如果呢 你还不懂怎么操作 我也可以给大家准备 时操课程和入门的资料 想要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up 评论区留言 一我免费的发给大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豆子 搬运视频现在真的不能做了吗 那我们像国外的一些视频 直接进行搬运的话 难道不行吗 或者是把一些视频的内容 翻译成中文 发布在国内的一些平台上 这种视频不仅质量比较高 而且很难查出来是搬运的问题 或者呢 因为是国外的视频 也基本上不会涉及一个版权的问题 那么这种视频能做吗 具体要去做的话 有哪些方便需要注意呢 说句实在话 这种视频呢 到现在为止还是可以做的 也就是我们上面都说到的 这些条件都是满足的 国外的视频素材在国内 很难因为版权的问题 直接找到你 所以说可行性是有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今天呢 就来解决这些问题 看看这种视频到底能不能做 其实呢 在目前的一个平台上 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不过做的最多 大概都是把国外的视频下载下来 然后稍加剪辑 发布在国内的平台上 基本上呢 是不加讲解的 那这一类型呢 都是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视频 大家不想听讲解 也愿意看的 但是还有一种是会讲解的 这种基本上是属于原创性质的 会把国外的一些视频拆解下来 然后用自己的文案和剪辑 加一个自己的故事 同时呢 这个故事保留了原来的稀缺古怪的部分 这样做的话也能成立 比如说这个外国小哥 做一个实验的视频 B站的播放量呢 是60多万 那1万的播放量是20块钱的话 那这个视频的收益呢 就是1800元以上了 而且随着看的人越来越多 收益呢 还会持续的提升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视频 其实自媒体的操作并不难 但是如果没有人带着你 你会感觉很难 考虑到很多朋友都应该是新手 我准备了一份自媒体的直播客 三连关注我 然后发消息 留言学习 我可以免费分享给你 今天打门来给大家说的话呢 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把国外原创者的视频 直接下载下来 然后配上中文的结束和文字 就可以直接发布了 这做法呢 其实也是可行的 因为国外的一些平台上 视频内容和字母都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 他们在上传视频的时候 要单独上传字母文件 这些字母文件 可以上传不同的语言 所以我们下载的时候呢 他们的这些视频 是没有任何水印的 也没有任何字母需要处理 这也就是非常纯净的 可以进行搬运了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只需要 把它的字母记录下来 然后使用翻译软件进行翻译 就可以操作了 这个过程呢 听上去很简单 也非常可行 但是会有一些问题 去发布什么平台呢 那这些平台呢 都是可以发布的 那我就是以爱奇艺为例子的 我这个账号的收益呢 一个月在1.7万左右 虽然不多呢 但是多做几个号 几万的收益还是有的 那其实爱奇艺的注册流程 是很简单的 我们只要打开爱奇艺 点开创作中心 在右上角就可以看到 一个爱奇艺号 然后点击加入爱奇艺号 完成各项资料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实名认证了 这样我们一个账号 就能够申请下来 再把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 电影电视剧的精彩片段 保存下来 用简映进行一个剪辑 剪辑2到5分钟的视频 然后在视频中加入 自己的一个logo 字幕背景音乐等等的 最后发布到我们自己的 一个账号上面 不需要粉丝 只要有播放量 就可以给我们结算到钱了 操作其实非常简单的 坚持去发布作品 就可以做到了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 怎么操作 三连关注我 老规矩留言学习的 我会分享一节实操教程 跟着教程走呢 你赚钱的机会 就比普通人高很多了 那么有了这些以后呢 就涉及到 伺候的一个账号 整体的一个运营了 前期呢 想要账号做得快一点 方法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每天多发几个视频 就可以了 只要你的视频 正常属于优质的视频 平常呢 就会给你推荐量的 在平台的要求范围内 每天发五个视频 是没有问题的 自媒体呢 快速增加收益的方法 只有一个就是增加数量 当然就有人说 我要做好一个内容 优质的内容 这样我一个月做一个 这种视频呢 质量肯定是非常高的 对比之下呢 一天做五个视频的质量 肯定非常一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后续会分享 更多的自媒体干货 做自媒体十五天 增了四千块钱 素材是怎么来的呢 那最近有很多 新手小白都很疑惑 问我做自媒体 到底难不难 其实很简单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真实的自媒体 咱们的视频 看一眼下 直接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这里呢 有一个可以让大家 赚钱的一个小项目 你不用担心 需要交任何的会费 你不用担心 是个片子啊什么的 这个呢 就是你完全零成本 就可以去做的 我自己大概做了两三个月吧 不到三个月 我就赚了 一万五千多块钱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项目 很多人可能也知道 叫做自媒体 你可以呢 成为自媒体的作者 然后去发布平台 喜欢的这些视频 然后就可以赚钱了 那我呢 只是来分享这个东西的 不是来赚你们钱的 你们想了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 不想了解呢 就可以直接滑走了 我只是来分享一下 如果说大家不懂 具体操作的话 也可以三连 然后留言学习 私信我 我可以带大家一起玩 另外呢 在分享期的自媒体 人都在用的一个网站 里面包含着 视频的素材 图片素材 文案素材 音乐素材 等等全部都有 最后一个呢 是外人的网站 大家记得收藏下来哦 第一个爱给网 这个网站里面的资源 是非常多的 有音效的素材 片头片尾的模板等等 而且每天都有一次 免费下载的机会 第二个梅花网 这个网站的信息价值点 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也能在上面 查找我们想要的文案 只需要我们输入关键词 就能自动生成 当下最火的文案 也是非常实用的 第三个耳铃网 是中国最专业的音乐分享平台 汇聚了国内众多的专业录音师 拥有庞大的声音资源 和完善的版权保护 理想要的音乐呢 都能查询得到 第四个80S 这里面有超多的 高清无随音的视频素材 全部都是1080P的 视频的素材 都可以免费下载 第五个 这是一个强大的图片素材网站 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 输入我们的关键词 就能够找到 我们想要的一个图片 并且呢 每天都有一次免费下载的机会 几乎是不需要开会员的 还有第六个 韩剧TV 它是国内最大的韩剧网站 能够在线观看 也能够免费下载 韩剧呢 也是一个热门的领域 第七个 自媒体135 它是自媒体人 专属必备的网站 视频音乐的素材它都有 并且呢 它还有音效的加工工具 图片编辑的工具 自媒体平台等等 都给我们分类整理好了 我们需要哪里 点击就可以直接到达 完全解决了 新手找不到 所需工具的一个烦恼 功能呢 也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 七个自媒体素材工具的网站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一定要点赞收藏 转发本条视频 评论区留言学习的呢 我会免费 让你跟我一起发视频 一天给你800 你敢不敢 产生的收益呢 我一分不要 但是你一天要给我上 六天的班 我需要你做的呢 就是准备一个自媒体的账号 每天拿两小时的时间 我给你提供素材和文案 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剪辑视频 如果你敢的话 下方扣个学习 我会分享完整的自媒体 入门时钞 上个月呢 我总共剪辑了105个作品 达到了一个4.2万的一个稿费 那其实无论是西瓜视频 还是哔哩哔哩啊 在这些视频上 我们除了去注册 成为观看用户 充值会员 看去花钱以外呢 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收入 那接下来呢 我就来教大家 如何通过注册头条 发布视频赚取一个收益 如果你想做 但是没有思路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学习 我折立了一份自媒体的时钞词栏 可以免费分享给你 那大家继续往下看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下载一个爱奇艺 然后点击进去 那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 我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一个 手机号码 去进行注册账号就可以了 我们再点击下方的 这一个创作中心 那么在右上角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爱奇艺号 陈腰入住 我们要点击这里 去注册我们的一个爱奇艺号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去发布作品才会有收益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自媒体 然后呢 我们选择立即加入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身份认证 那么去上传我们的一个身份证照片 那我们实名认证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这里的个人信息 去把自己的离称 头像 简介 去进行一个修改 那我们个人的话呢 离称和头像 以及简介 都要改成跟我们所做的内容 所做的领域相关的 就比如说 我们要去做一个影视剪辑类的账号 比如说我改成小松说影视 点击保存 然后呢 在我们这里去更改我们的一个头像 那头像的话呢 也是跟我们的影视领域相关的 这里的话随机去选择就好了 那么简介的话呢 我们就去描述一下 我是干嘛的 那我这里就随便先写一个 那大家去改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丰富自己的一个简介内容 我这里的话就是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然后呢 再回到我们的创作中心 假如说我们需要去上传我们的作品 那就在右上角去点击上传 那么在发布页面的类型上面 我们一定要去点击原创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创作收益了 然后你的标题 还有话题 可以去选择相关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点击对勾就可以去发布了 那么账号注册好之后呢 我们到一个视频网站上面 比如说电影天堂80s 去下载一些高清无水银的视频蔬菜 然后通过剪辑软件进行一个二次的剪辑 比如说添加解说 背景音乐 字幕等等 就像这样一个视频 注意看 这个女孩掉下了50块钱 男人急忙上前一脚踩住 这时女孩也发现了自己的钱不见了 看着女孩在四处寻找 男人既紧张又害怕 她实在太需要这50块了 男人名叫华盛 在一家茶楼打工还债 这天 那位丢钱的女孩居然找到了茶楼 华盛以为她是来找自己还钱的 心里害怕的要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up一键三连哦 评论区留言学习 领取教程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今天又来给大家分享 自媒体副业赚钱的方法了 很多人在网上找副业 但是总担心被骗踩坑 而且评论区经常有这么一句话 真正赚钱的秘密 没有人会告诉你 这句话的言为自义是 只要知道赚钱的秘密 就一定能赚到钱 我们都知道这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 很多分享的赚钱图形 确实能够赚到钱 只是有的人赚得多 有的人赚得少 还有的人呢 从来没有尝试过 却正正有识地说 这些都是骗人的 这就是所谓的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就像我们工作都会有一个港钱的培训 那同样的培训 为什么最终的业绩差异会如此自大呢 所以赚钱的秘密并不值钱 真正值钱的是你为赚钱付出的行动 这个呢 是我头条自媒体的后台 那可以说自媒体是实实在在可以赚到钱的 那今天呢 我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99%以上的自媒体博主 都会用的一个短视频的工具 但在这里呢 我要说明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你会发现很多博主为大家罗列出的一系列工具 包括一些网站和APP 如果你真的按照清单去找 你会发现没有几个是实用的 而且多数呢 都是收费的 甚至有时候呢 都找不到 那今天呢 只给你们推荐 简单适用 又好用的短视频工具 只要用上这些 即使是上班族的你 也能够轻松做到日更视频 所有推荐的资源和网站呢 好用到爆 绝对无广 那咱们就点赞收藏起来吧 如果你做了一个月 还没有效果 评论区抠学习 我可以把我整理的自媒体直播分享给你 第一个文案工具 零基础小白用 轻斗 只要你复资爆款链接 就可以一键提取文案 就像是三秒钟拥有满分作文模板 你只需要多篇整合 进行一个二创就可以了 对标一些用户通点程度高 容易爆的一些文案 重点是这么好用的功能呢 现在是完全免费的 赶紧用起来吧 第二个 写脚本没有灵感 可以用AI自能文案 基索写作工具人 阿里妈妈 蜜塔写作猫 喜欢哪个用哪个 这里呢 首推基索写作工具人哦 组页面简单 易操作 输入关键词 就能自动生成文章 还可以一篇文案 立变千篇 妥妥的提升工作效率 据易网 敏感词 违禁词查询 确实空 一个关键词 就可以找到你喜欢的 名句和经典的句子 押韵精灵 输入你喜欢的字 就能生成押韵词语 甚至是唐诗诵词 特别绝 第二个 拍摄工具 新手博主不用相机 一部手机就够用了 白天拍摄的自然光 最绝 如果白天拍摄 时间不允许的话 就在正前方 来一个补光灯 增加画质清晰度 顶多再来一个 暖色背景灯 可以增加氛围感 拼头上拼一个才12块钱了 美颜软件 美图秀秀和清颜就足够了 第三个 封面自作 美图秀秀加黄油相机 美秀可以随便拼图 黄油贴纸好用到手软 最赞的还是它可以保存模板 一键桌出统一风格 能省下很大的一部分时间 第四个数据分析的网站 牵挂数据最全面的小红书数据分析网站 星红 有详细的锤类数据榜单 热门内容可分类解锁 惨妈妈 搜索热池和热门的话题 提供商业服务数据 这三个网站大部分功能都是类似的 更推荐新人朋友用星红 因为可以在免费的前提下 搜索更多的数据 第五个资源累积 实目文档可实现手机和PC端同步编辑 文档自动保存 不怕丢 目步 极简大纲工具 一键生成四维导图 超好用 最后这个呢 推荐给喜欢偷懒的新手朋友们 考拉自媒体工具网 里面呢 有很多常用的新媒体工具 节省很多搜索和下载的时间 哪个好用 你就用哪一个 我再多说一句 如果有人还向你推荐某转的话 我告诉你 走一步都要收费一步 新人宝贝呢 想做自媒体 但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评论区抠学习 我可以把我整理的自媒体直播分享给你 关注我 了解更多自媒体时钞哦 重复在37万到存款57万 我用了283天 那方法呢 只分享给有需要的兄弟 富二代可以划走了 因为这种赚快钱的手段你可能真的看不上 那我做的呢 是搬运翻译国外解说的视频赚钱 简单来说呢 就是把国外电影解说的视频搬运到国内的自媒体平台上 比如说像B站 爱奇艺 西瓜视频 我们肯定都刷到过这种国外电影的解说视频 而且呢 播放量是并不低的 几百万的播放也是不在少数的 你以为他们都是原创视频吗 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 他们呢 就是通过这种复字粘贴的方法 轻松做到这种视频的 省时省力又赚钱 如果你也想通过自媒体赚钱 评论区留一个感谢分享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会分享实操的工具和直播的详细教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实操环节 一步一步教大家 如何通过这种方式去制作一个原创视频 第一步呢 就是这些国外解说视频去什么地方找 那这里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基本上所有类型的解说视频呢 它都有 而且涵盖了各个国家的 视频题材呢 也是非常广泛的 可以说是取之不竭 用之不尽吧 那第二步呢 就是选择适合的领域 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领域的解说 视频发布后的播放会更高一些 更容易爆 那这里结合我的经验 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好的赛道 第一个是动漫动画 第二个体育赛事 第三个奇闻异事 第四个科普纪录片 那这四大类呢 是比较容易火的几个热门方向 那你在确定好领域方向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第三步 我们如何去搜索这些领域的视频呢 因为这个网站是国外的 那我们就不能直接用中文进行搜索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把想好的关键词 比如说科普纪录片 然后呢 用到某个工具 翻译成英文 然后再用英文去搜索 那除了英文 你也可以翻译成日语 韩语 德语 法语 泰语 西班牙语 阿拉伯语 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进行搜索 在搜索到想要的视频之后呢 就进行第四步 我们要对视频进行一个下载 这里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视频的链接 放进到这个工具里面 进行解析就可以了 大家的视频下载好之后呢 就来到第五步 那我们把下载好的这个视频啊 放进这个文案提取工具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文案提取出来 但是呢 提取出来是英文的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工具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帮我们把英文 直接翻译成中文 第六步 就是我们对这个文案 进行一个原创的处理 把翻译后的中文 放进这个AI字能原创工具里面 然后呢 对它进行一个原创度的处理 文案的意思呢 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每一句话 都和之前是不同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原创文案了 第七个步骤 文案有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配音了 你可以去选择用自己的声音 当然你嫌麻烦的话 可以使用配音软件 市面上的变音软件呢 也是非常多的 那我这里呢 推荐一个免费的配音工具 微软的声音语音合成 那这里呢 有很多适合解说的声音 你选择一个适合的就OK了 那这个文案和配音 我们决定之后呢 就来到我们第八步 我们要对这个视频 进行一个去从的处理 虽然说这个视频呢 我们是从国外网站下载的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 原创度的处理 那么怎么去做处理呢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对原来的视频 进行一个画面的分割 然后在分割的地方 添加上转场以及特效 最后呢 把处理好的视频 添加我们的一个原创配音 然后再加上一些背景音效 那这样一个高原创度的视频呢 我们就制作完毕了 那第九步 我们把这个原创视频呢 进行一个发布 发布到一些有播放量 就有收益的平台上面 我们主要呢 是通过播放量来赚钱的 所以一定要标注好原创 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 播放量和收益 最后呢 上面提到的各种工具 包括国外的视频网 现在的经济一直在衰退 那如果你失业了 你是否会考虑去做自媒体呢 你会考虑去一些自媒体的平台 发视频和文章来赚取收益吗 我先告诉你 多数人不会的 因为多数人呢 只会想 那真正能落实到底的人呢 已经塞掉95%了 你不要觉得这个数字很夸张 那你也不要觉得 这个我一定会去做 因为你现在的数据呢 都是历史的数据 当你真正失业的时候 你未必会去做自媒体 那如果你现在手上一分钱都没有 你怎么能快速赚取1000块钱呢 你会不会想到 想去跑快递 或者去开递递呢 这个呢 就是95%的人的想法 但是我告诉你有更快的 就是视频转文字赚钱 富二代呢 可以直接划走了 因为这种赚快钱的手段 你可能真的看不上 简单来说呢 就是把自媒体平台的这门视频 通过语音转文字 然后进行一个二次创作 发布到自媒体的平台上 就比如像头条号 大月号等等 基本上都会找一些 平台热度很高的视频 这些呢 都是经过平台验证过的内容 这样呢 就能获得平台的一个 创作者的激励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通过这个方法 赚一点小钱 那么呢 就耐心地看完本期视频 如果说你看完还不会 可以在评论区 留上一个学习 然后三连本期视频 我会分享一份 时钞的直播教程 那么我就以最近发布的文章 杨丽伟的这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它是有一个5.8万的一个阅读量 给我带来了118元的创作者收益 那我是怎么找到这些素材的呢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西瓜视频 搜索中国第一位非天航天员 杨丽伟 找到一个播放量比较高的作品 选择右上角分享按钮 然后呢 复制一下链接 然后呢 就是可以打开某个小程序 选择文案提取 就可以直接提取出文案了 那我们可以根据视频的内容 进行一个二次的创作 然后呢 就可以发布到自媒体的平台上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不过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比如账号的注册 运营 另外就是标题和封面 还有是怎么去编辑 来避开平台的一个查重选择 那这些呢 我都准备了一节自媒体的 时钞直播课 三连支持一下 然后评论区扣学习 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呢 也可以私下找我沟通哦 最近发现很多做影视解说的朋友 他们的作品呢乱七八糟 没有头绪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做影视解说的 十个自作流程 那在本期内容分享前呢 先和大家来聊一聊 新手能不能做影视解说 好不好做 能不能做起来 那当然有结果的人呢 他才有发言权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呢 是我正在运营的影视解说的 一个头条账号 目前是有一个142万的粉丝 那总的收益呢 是107万 那每天的收益 可以保持在1000到2000之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收益是非常稳定的 那新手做影视解说 能不能做起来呢 用新做肯定是能做起来的 影视解说的操作简单 上手快 可以说会玩手机的人呢 都能学会 那当然呢 你要拿出一定的执行力才可以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 如何去做影视解说 可以给这个视频三连 我准备了一份影视剪辑的实操直播 包括影视剪辑 如何一天振500 如何突破1万的播放量 教理从零开始打造100万的粉丝 通过一部手机月入过万 另外呢 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个自媒体的专用剪辑工具包 包括最常用的配音软件 剪辑软件 背景音乐 以及各种插件 全部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那评论区抠一个学习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回到今天的分享 那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找到目标 剪辑素材 用数据筛选出符合我们账号垂直的电影电视剧 第二步就是写解说的文案 并且录制声音 当然如果大家普通话不标准的话 可以用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配音软件 这个小男孩太惨了 他只能跟爸爸睡在地铁的公共厕所里 爸爸用卫生纸铺顶 外面有人敲门咒骂 他就用腿底住门 用力捂住儿子的耳朵 那这个软件呢 当然是免费的破解版 还有电脑版和网页版等等 我都会给大家打包好 如果需要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找我获取哦 第三步 把影视导入到剪辑软件里面 这里呢 我用的是电脑端的PR剪辑软件 那大家想要这款软件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方置顶去找我领取 第四步 就是提取我们制作好的一个配音文件 第五步 根据解说的文案进行素材的分割 变数精简 点击操作 第六步 调整清晰度后导出 第七步 再次导入视频 先识别字幕 第八步 设置作品的封面 那我会给大家提供封面的模板 方便大家可以一键导出保存 第九步 添加符合作品风格的背景音乐 这里呢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套背景音乐合集包 也是影视剪辑专用的 第十步 导出成品后 通过中视频发布即可 那本期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想做自媒体的话 可以给本期视频三连 评论学习呢 也可以获取到时钞课哦 那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这是我的小伙伴第三个号 上周呢 又是一次过审 前天报了一条视频 收益三百四 但很多的朋友啊 因为原创的问题 始终过不去中视频 更吃不到收益 那接下来呢 我会从画面 文案 开通细节 发布流程来告诉你 它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啊 过审是大部分人最头疼的问题 一旦第一次没有通过 要等到一个月之后才能申请 那么这个原创 是如何来判定的呢 它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一个是视频画面 另一个是画面啊 不要做简单的拼监 比如影视混减 视频都不是你拍的 仅仅把人家的原片 拿来剪剪就发 肯定是过不去的 你要在原片的基础上 加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解说文案 或者表情包 其次呢 要在原片的基础上 每分钟切成10到15个片段 提高视频信息的密度 不知道文案啊 大家不要想着 直接拿别人的男友 除了视频画面外 文案也会被系统查虫 一不小心就被扣了20分 所以啊 在改文案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句式的变化 比如 玛尼亚拥有一只 左眼瞎了的猫 一只瞎了左眼的猫 是玛尼亚的 玛尼亚的猫 是左眼瞎的那只 然后呢 着重说一下 中视频计划的开通流程 除了原创外 很多朋友啊 不按步骤开通 一样也过不去中视频的审核 他的要求呢 是在西瓜后台 发布三个以上 横版的一分钟以上的原创视频 并且啊 播放量要大于17000 我们第一步呢 是注册头条号 直接在今日头条APP 我们搜索头条号三个字 点进去 按照提示进行注册 注册好账号之后 要不要实名也是一个问题 首先啊 不实名也是可以申请中视频计划的 发视频一样有累积收益 实名的意义呢 在于能让你开通体现的功能 前期建议大家先把号做起来 注册好头条号之后 直接登录西瓜视频 西瓜视频和头条的账号是互同的 第二步就是把抖音和西瓜头条进行绑定 我们直接在抖音搜索中视频计划 点击顶部的这个链接 按照提示去绑定就可以了 第三步 发布一分钟以上横版的原创视频 保险一点呢 就做纯原创 拍一些农村的感激做饭喂猪等视频 西瓜的用户年龄偏大 对农村的生活有清静感 视频更容易起料 那想做内容二创的 就把国外的美食手工综艺节目拿来解说一下 都有字幕翻译写文案呢 也比较方便 第三步 发布 在西瓜后台发布的时候 是可以单独设置抖音的竖屏封面 但是上传的视频呢 没办法横屏转竖屏 很多人发了视频 没通过中视频的审核 就是因为比例不对 抖音是9比16 西瓜是16比9 你需要在简映里自行调整后导出视频即可 另外呢 在发布的时候 要记得开启同步和原创 如果不打开同步的话 你就会缺失一份抖音的流量收益 那不开启原创呢 则会永远过不去中视频的审核 第四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播放量的问题 如果想要快速的通过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投抖家100块钱的抖家 加上赠送的差不多有6000的播放量 中视频计划需要17000才能达标 也就是说 只要你的作品不是差的离谱 最多200块 加上10条作品就可以通过审核了 抖音加头条加西瓜的累积播放 就按每天500算 12000加5000正好呢 就是17000的播放 想做事啊 就不要老想着零成本 花200块能三天搞定的事情 非要等半个月 这中间播放产生的收益 都能帮你赚回来了 那关于中视频的玩法呢 视频素材的获取也是一个难题 你可以再三连一下本条视频 评论一个学习 我分享一份实操直播 好了 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Bio 你要点赞 你要投币 好不好 点赞啊 投币 刷下一个视频吧 你的B站以后刷不到我了 没关系 你要给别人投币啊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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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都摆着我怎么活 Bio 你这个B 占有我 做自媒体一定要收藏好这18个工具网站 那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粉丝朋友们呢 在视频下方问我 怎么样去找素材 用什么软件 用什么网站等等 那么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自媒体人最常用到的一些工具 那么本期视频只分享这一次 包含呢你做自媒体需要的文案 运营素材排版 一定要耐心的看完 然后点赞收藏起来 免得下次找不到了 如果说有不努的地方呢 一定要在视频下方留言一个球带 我都会给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和方法 第一个文案的网站 第一个文案狗 文案狗呢 其实是一个导航网站 可以在里面找到关于图片的素材网站 和文案的素材网站等等 那第二个 topic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有很多创意的文案 同时还会有一些视频和图片的拍摄创意 即使你想要写出有创意的题目和文案的时候呢 这个网站可以带给你敏感 第三个 梅花网 汇集了各种精彩的案例网站 基本上在互联网上面传播比较好 你看过的精彩案例呢 上面都是有的 对于每个精彩案例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分析 在这里 你会学到不少关于营销传播的知识 并且呢 可以运用到你的作品上 如果说你的作品好 你的能力足够强 你可以在上面推广自己 第四个 一文网 这是一个分析各类优秀案例的网站 不过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左边的灵感日记 可以提前记录每个日期会有什么热点的事情 这样呢 你就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 提前把控热点 是创作文案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个 运营类的网站 第一个呢 就是新版 新版最有价值的就是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些热门内容 知道当下哪些内容在各个平台的热点最高 这样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创作内容 到一个测热点的一个效果 获得一个好的流量数据 第二个 运营派 这是一个注重于学习教学 运营内容于用户等等的一个运营网站 重点是教你如何去运营作品 要知道啊 一个好的作品呢 还得要有好的运营才能够去发挥最大的价值 第三个 素材类网站 第一个呢 就是芯片厂 如果说你想要做短视频就要好好看看这个网站 里面呢 有很多剪辑不错的视频能够带给你一些不错的灵感 另外呢 它还有很多模板可以用 有音乐图片视频的素材也可以下载 第二个 开眼 是一个APP 面有很多剪辑精心的视频 拍摄有创意的视频 如果你想做视频创作 可以在里面学习很多拍摄手法 也是灵感的一个来源地 第四个 制作图片排版那个网站 第一个 卡瓦 提供各种各类的模板 可以设计封面 也可以拼图 提供多种字体模板 碳模板 基本上能够满足自媒体制作图片的一个要求 并且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网站 当然它有APP可以操作 第二个 黄眼相机 它最需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字体风格比较多 在制作封面的时候呢 设计出很好看的字体 也拿出来做贴纸在图片上面标注 第三个 美意 这是一个能够处理图片参数比较多的网站 我最喜欢用的功能是在一张图片上添加一张图片的剪影功能 操作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第四个 美图秀秀 要修一些人像还得靠美图秀秀 美图的参数设置能够让你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五个 VSC Open 这是一个滤镜做的比较好的一款相机 可以给你的照片添加各种滤镜 你想要的风格上面都有 最好看的就是密斯福滤镜 第五个图片类 第一个 Pixel 有各种高新的图片提供免费的下载 图片的风格有风景 人物创意类等等 几乎你想找的风格上面都能够找到 第二个 堆堂 它的图片偏向于小星星 也有一些搞笑的有创意的表情包 图片清晰度也是比较可以的 第三个 Dogs内部也是一个高新的图片网站 分类一目了然 可以根据新型地点或者场景来选择你想要的图片 查找图片也是非常方便的 第四个 Onsplash 这是一个高新图片网站 可以在上面找到不少有意境的图片 第五个 Foodspeed 这是一个专注美食的图片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各种拍摄精美的美食图片 其实呢 对于一个自媒体创作者来说呢 有些图片的拍摄意境是可以模仿借鉴的 对于美食博主也是能够提供不少的拍摄灵感 以上这18个网站呢 是大部分人自媒体都在使用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咱要做自媒体 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的朋友们呢 可以在评论区扣一个球带 我会免费分享你一些自媒体实操直播教程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自媒体干货 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某屋上看到一个问题 兼职选线上还是线下 当然是线上呢 在家吹着空调 拿着电脑就能赚钱 为什么要选线下呢 空吹日晒又雨淋的 线上兼职呢也是我一直在做的 这期视频将会盘点15个免费靠护线上兼职 适合学生党宝妈上班族 和各种有越于时间的你 第一阿里巴巴云客服 在家工作有电脑即可 工作内容呢就是回答客户的问题 后台都有画数 直接复制粘贴 没有什么难度 时薪15到22 一月一节 第二美团拍电 拍摄外卖店铺照片 一单任务4到5元 光街就把钱赚了 不同的地区 任务难度和价格略有不同 第三众人帮 兼职任务平台 任务难度不同 价格不同 几块钱的任务几分钟就能搞定 不费很大力气 还赚个早餐钱 第四美物清单 自买省钱分享赚钱 邀请用户注册 还能得40%的佣金 类似的平台呢 还有高佣联盟 第五卖资料 有人靠一套6页的资料 就赚到了3万块 如果你的手上有有价值的资料 比如考研 四六级真体 面试经验等等 可以将它们打包 放在这些平台上售卖 第六投稿 文笔不好的 可以在豆瓣稿费银行找任务 5到10元 一篇文章没有什么难度 10分钟就搞定 有文笔的呢 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投稿 单评价格根据质量 在50到2000左右 第七抖音小项目 搜索爆料 进入热点爆料 通过的视频一条200到300 第八 饿了麻外卖赏金 递单呢是3块到15 外卖是刚需 推广容易 对消费者来说 偶尔能领到大红包 比如说20钱18 别人点外卖省钱 你赚钱 一举多得 很多商家呢都在做 第九 云监督 帮助拖元镇早起 或者完成目标 可以开一个店铺 或者做社群 比如说早起打卡群 或者监督群 赚钱的同时呢 还可以积累用户 做后续变现 第十 翻译 签字80到200 通过平台接单 我有朋友选手做翻译 一个月8000左右 翻译赚钱的平台呢 有这些 第十一 做平台讲师麦克 连期辛苦 后期躺赚 我的两套课程呢 至少为我带来了 几千块钱的收益 依靠平台流量 无需推广售后 平台选择和录刻细节 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赶紧截图表层哦 第十二 自媒体 分为图文自媒体 和视频自媒体 同时的平台呢 有头条号 大鱼号 百家号 企鹅号 等等 这也是我正在做的 自媒体平台赚钱 方式有很多 平台也有很多 你可以先去了解 各个平台 选择一到两个 适合自己去做 这之前呢 要把平台规则熟悉好 然后再创作 像这类兼职 我也是非常推荐 你们去做的 因为我上个月呢 做了一个影视剪辑的账号 收益呢 就有一万多 你的视频 只要有播放量 就会有收益 展示我看到一个 八万粉丝的作者 每天文章的打赏 就在两千块钱左右 知乎上万粉丝 给别人点个赞 报价是两百元 路边上上传视频 收益是最高的 一万播放呢 就可以达到上百元 这种兼职是不是很香 要开始 但不知道怎么做的 小可爱们呢 不要慌 给阿慧一个三连 并在下方评论一个学习 我会给你们上一节 自媒体新手直播课 来教你怎么做 第十三 卖照片 拍了好的照片呢 一张就能卖几百 有的平台采用版权买断的形式 每张照片 优积质量在五十到两百左右 类似的平台呢 有这些 十四 PPT带座 兼职设计师 自由接单 四流分成 一套两百的PPT呢 你能拿八十块钱 对设计水平要求不高 还有不少找资料 靠模板 这种价格不高 但是几分钟就能完成的单子 如果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记得点赞 收藏 加关注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毕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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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奥你被死的白人 我怎么活啊 毕奥 毕奥 你这个兵 占用我 啊 啊 现在谁还不知道 火爆全网得羊了个羊 模型的游戏设定和背景音乐 让你一打开就停不下来 那各种攻略和挑战视频 全网爆火 不管你会还是不会 能不能通关 都会引起热议 那我呢 也是在他上热搜的第一时间 就录制了好几个游戏视频 然后发到了各大自媒体平台 随着游戏的爆火 那我的视频呢 也是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流量高峰 短短一个月啊 就收入了一千多 如果说你的空闲时间比较多 也想有一个额外的副业收入 但是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和方法 那你相信我 做自媒体视频剪辑 绝对是一个好路子 那可以看到啊 我也是做了三年了 现在的总收益呢 是有这么多 当然啊 我也付出了相对应的代价 每天足不出户 眼镜度数也越来越高 和朋友基本段的社交 那接下来呢 我会和大家讲一下流程 那你们呢 也可以尝试着做一做 记得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关注一下 那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去注册一个自己的近媒体账号 那一般呢 有一个手机号就可以注册了 那你根据它的提示去进行实名认证 选择好自己相对应的领域 那新手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建议先做影视 娱乐游戏 这三个领域 那它们呢 都是流量比较大的视频领域 那像文案的内容的话 那可以去参考梅花网 顶尖文案 输音网 音乐的话 我们有各大音乐APP 我们可以直接去上面挖掘 像视频素材呢 我们就可以到电影天堂80S 这些网站里面去找高清无水音的视频素材 再用剪辑软件进行一个二次剪辑处理 加上音乐字幕 还可以加一个水音 来增加一下自己的个人原创度 最后发布到靠播放量 赚取收益的自媒体平台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 只要有播放量 就可以产生收益了 那像这样的自媒体平台有很多啊 比如大鱼 百家 今日头条 哔哩哔哩等等 那我呢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些剪辑教程 如果说你也想入门自媒体 但是没有方向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个学习 我会分享你一节自媒体运营直播教程 那本期视频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做自媒体最让人崩溃的事情就是写文案了 你和那些百万粉丝的up主相比到底差在了哪里呢 那我通过自媒体呢 赚了一百多万了 都是用了这七个工具而已 这是我亲测过的 写作之前呢 通过这几个工具的应用提升文笔 方法非常的简单 但超级有效 大家赶紧点赞收藏 用起来哦 评论区学习 我也会把我学习的自媒体教程分享给你 一 找金句 用句译查句 输入里的主题就连一键查找优质金句 超级好用 还会显示金句的来源 二 找词语 用反向词点 输出一个词语 逆可生成多个经义词 还可以定制词语的字数 运缴词形 太人性化了 写作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语言不高级 不恰当 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合适的 让你不再次穷 三 写诗歌 用酒歌 自动帮你写诗的工具真的太实用了 如果找不到网页的话呢 就酒歌加清华大学 输入关键词就能帮我写诗 放在文章里 文采逆刻提升 四 找错字 用爱教对 文章写完后 改稿的第一步就是教对错别字 和语法逻辑错误 用爱教对很方便 要注意机器教对不是特别的准 还是要自己看一看是否正确 然后再修改 五 找课程用学堂再线 这是新华大学发起的木课平台 有国内外一流大学超过3000门优质课程 想学习各学课的课程 想提升自己的包子 在这里找就行了 在家就能够听名诗哦 六 找好书 用文权书局 清华大学旗下的购买书籍 和在线阅读的平台 方便找各类书籍和教学教材 可以通过关键词书名来找书 写文案的时候呢 我常常要用到运营的一些知识 很多书呢都是在这里找的 七 自动写作 用火龙国写作 可以进行文章自动改写 续写 校对 翻译 对写作者真的是太友好了 AI功能辅助写作 还能够帮你提供写作素材 非常的精美 最后呢 在这里给大家梳理了 今天的思维导图 喜欢呢 记得一键三连 并且评论区科学习 我就会发你一份 自媒体学校教语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学网课也能赚钱 你们知道吗 我通过这个方法呢 也赚了一万五 其实操作非常简单 我就是平时在学习网课的时候呢 把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呢 把它录屏下来 然后呢 再转化为视频 然后再把它上传到有播放浪就有收益的自媒体平台上 结果这些平台啊 就给我带来一个这样的收益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收益怎么样呢 但是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满意 因为我不需要任何的一个成本 一部手机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是新手 不想要露脸 又不会拍视频的话 那完全可以用我这个方法 赚取一个额外的收益 那其实做自媒体操作并不难 但是如果没有人带着你呢 你会感觉到很难 考虑到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新手 视频的最后呢 我准备了一份自媒体的直播时钞 评论留言感谢分享 我可以免费分享给你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跟大家实操一下 我这里选取的是一个 马云老师金融峰会上的一个 名场面打卡 首先呢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马云爸爸的演讲视频啊 当年的视频自在 我认为曹操要把所有的串联起来 这就是中国全世界最早的航空思想 但是一把股烧了以后 一千年来 中国人没想都不敢去想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演讲视频啊 那像这种视频怎么去制作呢 那么首先我们应该先找到这方面的一个视频素材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去马爸妈他们家的一个官网 对吧 他们的一个视频素材网站 或者说是一些电视台 他都会去在各大高校以及电视台去演讲的 所以他的一些视频在网上一收一大把 我们直接把它录制或者说是下载下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把它导入到简易里面 第一步呢就是去除水印 那我们这边可以选择比例是16比9 然后再选中视频 双子拉大对吧 拉大之后呢 大家应该可以发现 没有任何水印了 当然也没有相应的字幕 我们多放一下 当年的视频是在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添加字幕了 点击文字 点击识别字幕 点击开始识别 那他这边就开始一键识别了 记住 英文或者国外语言识别不出来 明白了吧 那我们这边呢已经识别出来了 对吧 但这个字呢比较小 比较小啊 让我们就选中它 双子拉大对吧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颜色 这样会看起来更加显眼一点 看到没有 可以把它再拉大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加上文字之后呢 我们发现里面还有 这个视频一开始自在的音乐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添加音乐 点击这个音频 然后再点击音乐 这里面的话呢 抖音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们自己去添加就好了 明白了吧 大概是6秒钟左右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有一个06 我们把这个指针啊 滑到第6秒的时候 我们选中视频 然后再点击一下分割 然后看到没有 就一段视频变成了两段 然后我们再选中中间 这个白色的框框点一下 然后点击一下叠化专场 然后点击对购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操作呢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剪了嘛 马爸爸的最方便的视频 你没有办法保证 别人没有去剪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加个转场 是为了减少被这个平台 识别的一个风险 所以啊 我们要这样子加一步 大概每隔6秒钟 我们点击一下分割 好 然后我们这些都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点击导出 就可以了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视频发布到 有播放量就有收益的 自媒体平台上 这样你就可以等待第二天的平台 给你带来的收益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视频的领域呢 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教育类 励志成功类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网 我们可以去看罗翔老师 和一些网红老师的课 都是可以的 你可以想一个罗翔老师 养活了B站多少个up主 最后呢 是兑现福利的时候 留言感谢分享 我免费分享一些 自媒体的时钞扣给你哦 大家记得点赞收藏并转发 就可以找我领取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听书也能赚钱 你们知道吗 那我上个月呢 通过这个方法 已经赚了7000多了 那今天呢 我就来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而且全程时钞 首先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听书赚钱的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把我们平时 听书的时候 看到的一些片段啊 我们把它变成视频 再加上自己的一个解说 那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 二次创作的视频了 那么这一类的视频 是靠什么变现赚钱的呢 首先第一种 就是播放量变现 可以在今日头条 西瓜视频 哔哩哔哩 爱奇艺号这些平台 这些呢 是靠播放量 就能够给你带来收益的 那一万的播放量呢 是20到80元不等的 注意了 粉丝观看的单价呢 是非粉丝的三倍 第二种 影视宣发 账号呢 有一定的粉丝之后呢 可以去接一些 影视宣发的任务 一条视频的收益呢 在几百到几万是不等的 那么再讲到第三种 就是卖产品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内容电商 我们可以去卖 微信听书 喜马拉雅的会员 也可以直接去卖实体的书 或者去卖一些视频的会员 比如说腾讯视频 爱奇艺视频的会员 或者是像一些电影票 外卖的一些优惠券 都是可以的 总之来说 变现的方法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听书的版权问题 我想这个呢 也是非常多的朋友 关心的一个话题 版权问题 那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剪辑平台上 已有版权的作品 比如说 在B站上呢 就有三体的小说版权 和凡人修宣传的版权 在腾讯视频上呢 就有斗罗大陆 完美世界的小说版权 这些呢 都是可以的 平台已经把版权买下来了 还有就是我们 多注意平台的二创的活动 参加活动呢 不仅可以获得平台的一些授权 还有就是流量的扶持哦 是不是很爽呢 那第三个 我想有很多人担心 就是这一类的作品 已经有很多人剪辑了 自己会不会有流量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完全不用担心这个 因为小说的细节丰富度 是比动漫和电视剧 要高很多的 而且呢 因为制作的原因 有大量的剧情 电视剧是没有播的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剪辑未播的隐藏剧情 比如说 很多平台都在 所推的三体电视剧 但是 偏偏这部电视剧 就是没有播 那我们就可以剪辑 三体小说的解说视频 其实平台上有很多人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比如说这个博主 叫做13要和拳头 整个视频的播放量 高达404万 那么按照1万的播放量 30的单价来计算的话 那这个三体的系列 给它带了1.2万的生意 那这个视频呢 还在持续的给它推嘛 而且呢 也在给它涨粉 那么我们一开始说过 粉丝的播放量单价 是一般的播放量的三倍 其实大家就是跟追剧一样 一集一集的往下看 那这样呢 是不是很香 再比如说这个凡人修仙传的解说视频 在B站的播放量呢 就能高达795万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的作品的市场是很大的 那这个up族的名字呢 叫做名侦探拳头 粉丝在71万左右 被B站认为是知名的up族播放量呢 也在5418万左右 那我计算一下 光是播放量的收益就能有16万 再加上广告宣发的收益 我想说 总的收益呢 肯定是超过了30万的 那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B站上连收入过50万的自媒体博主 很多呢 都是90后或者00后 所以说呢 副业做自媒体的天花板是很高的吗 而且就算我们做不出什么效果 也没有什么损失 只是浪费了一点时间罢了 即使自媒体的操作并不难 但是如果没有人带你 你就会感觉到很难 考虑到很多朋友应该都是新手 我准备了一份自媒体的直播课 评论区留言学习的 我今天免费分享给你 那今天咱们来给大家说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 就是把视频直接下载下来 然后配上我们的解说和字幕 就可以直接发布了 那这个做法呢 其实也是可行的 那接下来呢 我就教大家如何去操作 我们首先去下载一个万能联播的APP 直接在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就可以了 下载好了之后呢 我们找到了这个浏览 比如说 我们把圆龙的视频链接复制进来 这部剧B站把第二集拍毁了 但是小说还是可以的 我们进来之后呢 在旁边有一个下载按钮 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视频下载到手机相册了 如果你觉得很麻烦的话 也可以直接用手机自带的 录制功能录制下来 视频的文案呢 我们直接去参考小说的原著 在微信读书上就可以找到 那我建议大家不要去改剧情啊 把剧情简单化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这部小说很受欢迎 就是作者写的好 所以我们要尊重原著 不动脑筋改来改去 然后我们如果想要丰富一下视频的元素 还可以去豆瓣 规博 似乎 抖音 找一些小说创作背景故事 记住我们一定要去找一些点赞量比较高的热门评论 这些内容本身就比较吸引人 是经过验证过了的 那配音的话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搜索微软语音合成 找到一个适合小说的声音 比如说这个云野的声音 这个过程听上去很简单也非常可行 但是呢会有一些问题 去发布什么平台 在这些平台都是可以的 那我就以爱奇艺为例子 我这个账号的收益呢 这个月在1.7万左右 虽然不多 但是多做几个号 几万的收益还是有的 那其实爱奇艺的注册流程很简单 我们只要打开爱奇艺 点开创作中心 在右上角就能看到一个爱奇艺号 然后点击加入爱奇艺 完成各项资料之后呢 就可以实名认证了 这样我们的一个账号就申请下来了 再把我们平时看到一些电影 综艺的精彩片段保存下来 用剪映进行一个剪辑 剪辑一个2到5分钟的视频 在视频中再加上logo 字幕 背景音乐等等 最后发布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账号上 不需要粉丝 有播放让呢 就能给我们结算到钱了 操作其实非常简单的 坚持去发布作品就能做到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评论区留言学习 我分享一份时操教程 跟着教程者呢 你赚钱的机会呢 就比普通人高很多了 那么有了这些 以后就涉及到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了 前期想要账号做快 听歌也能赚钱 你们知道吗 前两天呢 我用这个方法也赚了7000多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一边听歌一边赚钱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费 5到10分钟的一个时间 去音乐平台上面听听歌 然后呢 将你喜欢的音乐收藏下来 接下来呢 就是去到我们的一个视频网站了 比如说我们的豌豆网 高清电台 下载一些高清无水印的视频素材 只要你有手机就可以完成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到我们的一个剪辑阶段了 那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一波时操吧 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剪辑 елиCo 듣 Wella 似乎 不呀 继续 停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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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就可以做出好看的精美封面了 第三个梅花网 这个网站是一个信息价值最丰富的宝库 我们也能在上面查询到我们想要的文案 只需要我们输入关键词 就能自动生成当下最火的一个文案 也非常的实用 第四个电影天堂 海量高清无水印的视频素材 而且呢都是免费下载的 包含电影电视剧动漫预告片等等 这里全都可以搞定 第五个韩剧TV 这个呢是国内最大的一个韩剧网站了 能够在线观看也能够免费下载 韩剧呢也是一个热门的领域 第六个包图网 这是一个专业的素材网站 包含海量高清的图片模板 精美海报高清的视频素材等等 第七个耳铃网 这个呢是专业的一个音乐分享平台 提供无线下载 无版权的热门背景音乐和音效 第八个优摄网 是国内最优秀的摄影师学习的平台 提供课程教学软件 免费字体 PR PSA 各种软件教程 不管你是想做自媒体还是想做其他的 没有灵感来这里就对了 第九个自媒体135 这个网站相当的暴力 所有的自媒体月入过万的大神 都在用这个网站 我们做自媒体需要的一个软件 素材工具平台 等在这里呢应有尽有 里面呢有很多海量高清的素材和内容 例如啊 平台的选择 以及视频图片 文字素材 软件安装等等 都是应有尽有的 如果看完本期视频 你也想要通过自媒体来赚钱 但是呢又没有什么方向 不知道怎么开始 可以三连关注我 评论区留言学习 我会分享一份 我做的自媒体的经验 希望呢能对你有所帮助 扫走很多弯路 相信大家都想拥有一份副业 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缓解压力 特别是这几年的疫情反复 也让我们意识到了副业的重要性 我现在的话 除了自己的一个组业运营之外呢 我每个月都会有五六千的一个被动收入 收入的来源呢 也是去连疫情在家 我尝试着接触自媒体 也是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自媒体副业 我是去注册了一个自媒体的账号 主要是发一些影视的剪辑作品 也算是赶上了一个流量的高峰去了 那段时间啊 大家都在家里面嘛 所以说整天都在玩手机和刷视频 所以在那几个月里呢 我的收入还算不错的 截止到六月份呢 因为运营的账号实在是太多了 我就把我这个账号停根了 但是呢 因为有前面的作品累积 所以现在呢 每个月还是有几千块钱的一个被动的收入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今天就来教大家 怎样才能获得这个被动的收入 首先呢 我们要有一个能去赚钱的自媒体账号 比如说爱奇艺号或者是优酷号 具体的平台呢 大家可以参考这张图了 只要是连满18岁 大家都可以自行去注册一个账号 用浏览器去搜索平台的名称 然后用手机号码进去注册就可以了 注册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发布作品了 发文章和发视频都是可以的 像我主要是发影视的作品 大家可以参考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去发布内容 我们可以去电影天堂80S 找到高清无水印的影视素材 然后呢 可以去耳铃网爱给网 找到音乐的素材 不会剪辑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优舍网和bilibili 上面有很多的大神分享的免费视频剪辑教程 我们把找到的视频素材呢 进行一个二次的剪辑 发布到我们的注册的账号里面 有播放呢 隔天就会给我们计算一个收益了 不需要横丝的基础 只要有播放量就能够有收益 嗯 一万的播放量 单价大概在10到80元不等 如果呢 你还不懂怎么操作 我也可以给大家准备 时操课程和入门的资料 想要的小伙伴可以点赞关注up 评论区留言 一我免费的发给大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大家好我是豆子 搬运视频现在真的不能做了吗 那我们向国外的一些视频 直接进行搬运的话 难道不行吗 或者是把一些视频的内容 翻译成中文 发布在国内的一些平台上 这种视频不仅质量比较高 而且很难查出来是搬运的问题 或者呢 因为是国外的视频 也基本上不会涉及一个版权的问题 那么这种视频能做吗 具体要去做的话 有哪些方便需要注意呢 说句实在话 这种视频呢 到现在为止还是可以做的 也就是我们上面都说到的 这些条件都是满足的 国外的视频素材在国内很难因为版权的问题 直接找到你 所以说可行性是有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今天呢 就来解决这些问题 看看这种视频到底能不能做 其实呢 在目前的一个平台上 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 不过做的最多 大概都是把国外的视频下载下来 然后稍加剪辑 发布在国内的平台上 基本上呢 是不加讲解的 那这一类型呢 都是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视频 大家不想听讲解也愿意看的 但是还有一种是会讲解的 这种基本上是属于原创性质的 会把国外的一些视频拆解下来 然后用自己的文案和剪辑 加一个自己的故事 同时呢 这个故事保留了原来的稀缺古怪的部分 这样做的话也能成立 比如说这个外国小哥 做一个实验的视频 B站的播放量呢是60多万 那1万的播放量是20块钱的话 那这个视频的收益呢 就是1800元以上了 而且随着看的人越来越多 收益呢还会持续的提升 这还仅仅只是一个视频 其实自媒体的操作并不难 但是如果没有人带这里 你会感觉很难 考虑的很多朋友都应该是新手 我准备了一份自媒体的直播客 三连关注我 然后发消息 留言学习 我可以免费分享给你 今天他们来给大家说的话呢 是一个最简单的做法 就是把国外原创者视频 直接下载下来 然后配上中文的结束和文字 就可以直接发布了 这做法呢 其实也是可行的 因为国外的一些平台上 视频内容和字幕都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他们在上传视频的时候 要单独上传字幕文件 这些字幕文件可以上传不同的语言 所以我们下载的时候呢 他们的这些视频是没有任何水印的 也没有任何字幕需要处理 这也就是非常纯净的 可以进行搬运了 那么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只需要把他的字幕记录下来 然后使用翻译软件进行翻译 就可以操作了 这个过程呢 听上去很简单 也非常可行 但是会有一些问题 去发布什么平台呢 那这些平台呢 都是可以发布的 那我就是以爱奇艺为例子的 我这个账号的收益呢 一个月在1.7万左右 虽然不多呢 但是多做几个号 几万的收益还是有的 那其实爱奇艺的注册流程是很简单的 我们只要打开爱奇艺 点开创作中心 在右上角就可以看到一个爱奇艺号 然后点击加入爱奇艺号 完成各项资料之后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实名认证了 这样我们一个账号 就能够申请下来 再把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电影 电视剧的精彩片段保存下来 用简映进行一个剪辑 剪辑2到5分钟的视频 然后在视频中加入自己的一个logo 字幕背景音乐等等的 最后发布到我们自己的一个账号上面 不需要粉丝 只要有播放量 就可以给我们结算到钱了 操作其实非常简单的 坚持去发布作品就可以做到了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操作 三连关注我 老规矩留言学习的 我会分享一节时钞教程 跟着教程走呢 你赚钱的机会就比普通人高很多了 那么有了这些以后呢 就涉及到伺候的一个账号 整体的一个运营了 前期呢 想要账号做得快一点 方法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每天多发几个视频就可以了 只要你的视频正常属于优质的视频 平台呢 就会给你推荐量的 在平台的要求范围内 每天发5个视频是没有问题的 自媒体呢 快速增加收益的方法 只有一个就是增加数量 当然就有人说 我要做好一个内容 优质的内容 这样我一个月做一个 这种视频呢 质量肯定是非常高的 对比之下呢 一天做5个视频的质量 肯定非常一般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边 我们后续会分享更多的自媒体干货 做自媒体15天 增了4000块钱 素材是怎么来的呢 那最近有很多新色小牌都很疑惑 问我做自媒体到底难不难 其实很简单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真实的自媒体 咱们的收益情况 直接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这里呢 有一个可以让大家赚钱的一个小项目 你不用担心需要交任何的会费 你不用担心是个片子啊什么的 这个呢 这是你完全零成本 这可以去做的 我自己大概做了两三个月吧 不到三个月啊 我就赚了15000多块钱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项目 很多人可能也知道 叫做自媒体 你可以呢 成为自媒体的作者 然后去发布平台喜欢的这些视频 然后就可以赚钱了 那我呢 只是来分享这个东西的 不是来赚你们钱的 你们想了解的话 就会继续看下去 不想了解呢 就可以直接滑走了 我只是来分享一下 如果说大家不懂具体操作的话 你可以三连 然后留言学习 私信我 我可以带大家一起玩 另外呢 在分享七个自媒体人 都在用的一个网站 里面包含着 视频的素材 图片素材 网案素材 音乐素材 等等全部都有 最后一个呢 是外人的网站 大家记得收藏下来哦 第一个爱给网 这个网站里面的资源是非常多的 有音效的素材 片头片尾的模板等等 而且每天都有一次 免费下载的机会 第二个梅花网 这个网站的信息价值点 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也能在上面 查找我们想要的文案 只需要我们输入关键池 就能自动生成 当下最火的文案 也是非常实用的 第三个耳铃网 是中国最专业的音乐分享平台 汇聚了国内众多的专业录音师 拥有庞大的声音资源 和完善的版权保护 理想要的音乐呢 都能查询得到 第四个80S 这里面有超多的 高清无随音的四品素材 全部都是1080P的 视频的素材 都可以免费下载 第五个 这是一个强大的图片素材网站 我们可以直接在上面输入我们的关键词 就能够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图片 并且呢 每天都有一次免费下载的机会 几乎是不需要开会员的 还有第六个 韩剧TV 它是国内最大的韩剧网站 能够在线观看 也能够免费下载 韩剧呢 也是一个热门的领域 第七个 自媒体135 它是自媒体人专属必备的网站 视频音乐的素材它都有 并且呢 它还有音效的加工工具 图片编辑的工具 自媒体平台等等 都给我们分类整理好了 我们需要哪里 点击就可以直接到达 完全解决了 新手找不到 手续工具的一个繁荣 功能呢 也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给大家分享 七个自媒体素材工具的网站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一定要点赞收藏 转发本条视频 评论区留言学习的呢 我会免费 让你跟我一起发视频 一天给你800 你敢不敢 产生的收益呢 我一分不要 但是你一天要给我上 六天的班 我需要你做的呢 就是准备一个自媒体的账号 每天拿两小时的时间 我给你提供素材和文案 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剪辑视频 如果你敢的话 下方抠个学习 我会分享完整的自媒体 入门时钞 上个月呢 我总共剪辑了105个作品 达到了一个4.2万的一个稿费 那其实无论是西瓜视频 还是哔哩哔哩啊 在这些视频上 我们除了去注册 成为观看用户 充值会员 看剧花钱以外呢 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收入 那接下来呢 我就来教大家 如何通过注册头条 发布视频赚取一个收益 如果你想做 但是没有思路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学习 我整理了一份自媒体的 时钞词栏 可以免费分享给你 那大家继续往下看吧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下载一个爱奇艺 然后点击进去 那在这里呢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 我的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一个 手机号码 去进行注册账号就可以了 我们再点击下方的 这一个创作中心 那么在右上角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爱奇艺号 陈腰入住 我们要点击这里 去注册我们的一个爱奇艺号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去发布作品 才会有收益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个自媒体 然后呢 我们选择立即加入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身份认证 那么去上传我们的一个身份证照片 那我们实名认证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这里的个人信息 去把自己的离称 头像 简介 去进行一个修改 那我们个人的话呢 离称和头像 以及简介都要改成 跟我们所做的内容 所做的领域相关的 就比如说 我们要去做一个 影视剪辑类的账号 比如说我改成小熊说影视 点击保存 然后呢 在我们这里去更改 我们的一个头像 那头像的话呢 也是跟我们的影视领域相关的 这里的话 随机去选择就好了 那么简介的话呢 我们就去描述一下 我是干嘛的 那我这里你就随便先写一个 那大家去改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丰富自己的一个简介内容 我这里的话就是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然后呢 再回到我们的创作中心 假如说我们需要去上传我们的作品 那就在右上角去点击上传 那么在发布页面的类型上面 我们一定要去点击原创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有一个创作收益了 然后你的标题 还有话题 可以去选择相关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 点击对勾就可以去发布了 那么账号注册好之后呢 我们到一个视频网站上面 比如说电影天堂80s 去下载一些高清无水银的视频素材 然后通过剪辑软件进行一个二次的剪辑 比如说添加解说 背景音乐 字幕等等 就像这样一个视频 注意看 这个女孩掉下了50块钱 男人急忙上前一脚踩住 这时女孩也发现了自己的钱不见了 看着女孩在四处寻找 男人既紧张又害怕 她实在太需要这50块了 男人名叫华盛 在一家茶楼打工还债 这天 那位丢钱的女孩居然找到了茶楼 华盛以为她是来找自己还钱的 心里害怕的要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up一键三连哦 评论区留言学习 您去教程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今天又来给大家分享 自媒体副业赚钱的方法了 很多人在网上找副业 但是总担心被骗踩坑 而且评论区经常有这么一句话 真正赚钱的秘密 没有人会告诉你 这句话的言为自意是 只要知道赚钱的秘密 就一定能赚到钱 我们都知道 这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 很多分享的赚钱图形 确实能够赚到钱 只是有的人赚的多 有的人赚的少 还有的人呢 从来没有尝试过 却正正有识的说 这些都是骗人的 这就是所谓的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就像我们工作 都会有一个港钱的培训 那同样的培训 为什么最终的业绩差异 会如此之大呢 所以赚钱的秘密 并不值钱 真正值钱的是 你为赚钱付出的行动 这个呢 是我头条自媒体的后台 那可以说 自媒体是实实在在 可以赚到钱的 那今天呢 我就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99%以上的自媒体博主 都会用的一个短视频的工具 但在这里呢 我要说明一点 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 你会发现很多博主 为大家罗列出的一系列工具 包括一些网站和APP 如果你真的按照清单去找 你会发现 没有几个是实用的 而且多数呢 都是收费的 甚至有时候呢 都找不到 那今天呢 只给你们推荐 简单 适用 又好用的短视频工具 只要用上这些 即使是上班族的你 也能够轻松做到日更视频 所有推荐的资源和网站呢 好用到爆 绝对无广 那咱们就点赞收藏起来吧 如果你做了一个月 还没有效果 评论区抠学习 我可以把我整理的自媒体直播分享给你 第一个文案工具 零基础小白用 青斗 只要你复资爆款链接 就可以一键提取文案 就像是三秒钟拥有满分作文模板 你只需要多篇整合 进行一个二创就可以了 对标一些用户通点程度高 容易爆的一些文案 重点是这么好用的功能呢 现在是完全免费的 赶紧用起来吧 第二个 写脚本没有灵感 可以用AI智能文案 基索写作工具人 阿里妈妈 蜜塔写作猫 喜欢哪个用哪个 这点的首推 基索写作工具人哦 组页面简单 易操作 输入关键词 就能自动生成文章 还可以一篇文案 例变千篇 妥妥的提升工作效率 句一网 敏感词 违禁词查询 句子空 一个关键词 就可以找到你喜欢的 名句和经典的句子 押韵精灵 输入你喜欢的字 就能生成押韵词语 甚至是唐诗词 特别绝 第二个拍摄工具 新手博主不用相机 一部手机就够用了 白天拍摄的自然光最绝 如果白天拍摄时间不允许的话 就在正前方来一个补光灯 增加画质清晰度 顶多再来一个软色背景灯 可以增加氛围感 拼头上拼一个才12块钱了 美颜软件 美图秀秀和青颜就足够了 第三个封面自作 美图秀秀加黄油相机 美秀可以随便拼图 黄油贴纸好用到手软 最赞的还是它可以保存模板 一键桌出统一风格 能省下很大的一部分时间 第四个数据分析的网站 牵挂数据最全面的小红书数据分析网站 星红有详细的锤类数据榜单 热门内容可分类解锁 惨妈妈 搜索热池和热门的话题 提供商业服务数据 这三个网站大部分功能都是类似的 更推荐新人朋友用星红 因为可以在免费的前提下 搜索更多的数据 第五个资源累积 实目文档可实现手机和PC端同步编辑 文档自动保存不怕丢 目步极简大纲工具 一键生成思维导图超好用 最后这个推荐给喜欢偷懒的新手朋友们 考拉自媒体工具网 里面有很多常用的新媒体工具 节省很多搜索和下载的时间 哪个好用你就用哪一个 我再多说一句 如果有人还向你推荐某转的话 我告诉你走一步都要收费一步 新人宝贝想做自媒体 但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评论区抠学习 我可以把我整理的自媒体直播分享给你 关注我了解更多自媒体时钞哦 重复在37万到存款57万 我用了283天 那方法只分享给有需要的兄弟 富二代可以划走了 因为这种赚快钱的手段 你可能真的看不上 那我做的是搬运翻译国外解说的视频赚钱 简单来说就是把国外电影解说的视频 搬运到国内的自媒体平台上 比如说像B站爱奇艺西瓜视频 我们肯定都刷到过这种国外电影的解说视频 而且播放量是并不低的 几百万的播放也是不在少数的 你以为他们都是原创视频吗 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 他们就是通过这种负质粘贴的方法 轻松做到这种视频的 省时省力又赚钱 如果你也想通过自媒体赚钱 评论区留一个感谢分享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会分享时钞的工具和直播的详细教程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一个时钞环节 一步一步教大家如何通过这种方式 去制作一个原创视频 第一步呢就是这些国外解说视频去什么地方找 那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 基本上所有类型的解说视频呢它都有 而且涵盖了各个国家的 视频题材呢也是非常广泛的 可以说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吧 那第二步呢就是选择适合的领域 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领域的解说 视频发布后的播放会更高一些更容易爆 那这里结合我的经验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好的赛道 第一个是动漫动画第二个体育赛事 第三个奇闻意识 第四个科普纪录片 那这四大类呢是比较容易火的几个热门方向 那你在确定好领域方向之后呢 我们就来到第三步 我们如何去搜索这些领域的视频呢 因为这个网站是国外的 那我们就不能直接用中文进行搜索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把想好的关键词 比如说科普纪录片 然后呢用到某个工具 翻译成英文 然后再用英文去搜索 那除了英文 你也可以翻译成日语韩语德语法语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进行搜索 在搜索到想要的视频之后呢 就进行第四步 我们要对视频进行一个下载 这里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视频的链接 放进到这个工具里面进行解析就可以了 大家的视频下载好之后呢 就来到第五步 那我们把下载好的这个视频啊 放进这个文案提取工具 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文案提取出来 但是呢提取出来是英文的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工具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帮我们把英文直接翻译成中文 第六步就是我们对这个文案进行一个原创的处理 把翻译后的中文放进这个AI字文原创工具里面 然后呢对它进行一个原创度的处理 文案的意思呢没有发生改变 但是每一句话都和之前是不同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原创文案了 第七个步骤文案有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配音了 你可以去选择用自己的声音 当然你嫌麻烦的话可以使用配音软件 市面上的变音软件呢也是非常多的 那我这里呢推荐一个免费的配音工具 微软的声音语音合成 那这里呢有很多适合解说的声音 你选择一个适合的就OK了 那这个文案和配音我们决定之后呢 就来到我们第八步 我们要对这个视频进行一个去从的处理 虽然说这个视频呢我们是从国外网站下载的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原创度的处理 那么怎么去做处理呢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对原来的视频进行一个画面的分割 然后在分割的地方添加上转场以及特效 最后呢把处理好的视频添加我们的一个原创配音 然后再加上一些背景音效 那这样一个高原创度的视频呢我们就制作完毕了 那第九步我们把这个原创视频呢进行一个发布 发布到一些有播放量就有收益的平台上面 我们主要呢是通过播放量来赚钱的 所以一定要标注好原创 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一个播放量和收益 最后呢上面提到的各种工具 包括国外的视频网站视频解析工具 文案提起工具 AI智能原创工具等等 我已经通通打包好了 你只需要点赞收藏本条视频 并在评论区回复一个学习即可获取以上的一些工具 和一减免费的自媒体实超直播课程 好了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现在的经济一直在衰退 那如果你失业了 你是否会考虑去做自媒体呢 你会考虑去一些自媒体的平台 发视频和文章来赚取收益吗 我先告诉你多数人不会的 因为多数人呢则会想 那真正能落实到底的人呢 已经塞掉95%了 你不要觉得这个数字很夸张 那你也不要觉得这个我一定会去做 因为你现在的数据呢都是历史的数据 当你真正失业的时候 你未必会去做自媒体 那如果你现在手上一分钱都没有 你怎么能快速赚取一千块钱呢 你会不会想到想去跑快递或者去开滴滴呢 这个呢就是95%的人的想法 但是我告诉你有更快的 就是视频转文字赚钱 富二代呢可以直接滑走了 因为这种赚快钱的手段 你可能真的看不上 简单来说呢就是把自媒体平台的这门视频 通过语音转文字 然后进行一个二次创作 发布到自媒体的平台上 就比如像头条号大月号等等 基本上都会找一些平台热度很高的视频 这些呢都是经过平台验证过的内容 这样呢就能获得平台的一个创作者的激励 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如果说大家也想要通过这个方法赚一点小钱 那么呢就耐心的看完本期视频 如果说你看完还不会 可以在评论区留上一个学习 然后三连本期视频 我会分享一份时钞的直播教程 那我呢就以最近发布的文章 杨立伟的这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它是有一个5.8万的一个阅读量 给我带来了118元的创作者收益 那我是怎么找到这些素材的呢 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西瓜视频 搜索中国第一位非天航天员杨立伟 找到一个播放量比较高的作品 选择右上角分享按钮 然后呢复制一下链接 然后呢就是可以打开某个小程序 选择文案提取 就可以直接提取出文案了 那我们可以根据视频的内容 进行一个二次的创作 然后呢就可以发布到自媒体的平台上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不过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比如账号的注册运营 另外就是标题和封面 还有是怎么去编辑来避开平台的一个查虫选择 那这些呢我都准备了一节自媒体的史超直播课 三连支持一下 然后评论区扣学习 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呢 也可以私下找我沟通哦 最近发现很多做影视解说的朋友 他们的作品呢乱七八糟没有头绪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做影视解说的10个制作流程 那在本期内容分享前呢 先和大家来聊一聊 新手能不能做影视解说 好不好做 能不能做起来 那当然有结果的人呢 他才有发言权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呢是我正在运营的影视解说的一个头条账号 目前是有一个142万的粉丝 那总的收益呢是107万 那每天的收益可以保持在1000到2000之间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收益是非常稳定的 那新手做影视解说能不能做起来呢 用新做肯定是能做起来的 影视解说的操作简单上手快 可以说会玩手机的人呢都能学会 那当然呢你要拿出一定的执行力才可以 如果大家还不知道如何去做影视解说 可以给这个视频三连 我准备了一份影视剪辑的实操直播 包括影视剪辑如何一天正500 如何突破1万的播放量 教理从零开始打造100万的粉丝 通过一部手机月入过万 另外呢还会给大家准备一个自媒体的专用剪辑工具包 包括最常用的配音软件 剪辑软件背景音乐以及各种插件 全部免费的分享给大家 那评论区抠一个学习就可以免费领取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回到今天的分享 那第一步呢我们需要找到目标点击素材 用数据筛选出符合我们账号垂直的电影电视剧 第二步就是写解说的文案 并且录制声音 当然如果大家普通话不标准的话 可以用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配音软件 这个小男孩太惨了 他只能跟爸爸睡在地铁的公共厕所里 爸爸用卫生纸铺定 外面有人敲门咒骂 他就用腿抵住门 用力捂住儿子的耳朵 那这个软件呢当然是免费的破解版 还有电脑版和网页版等等 我都会给大家打包好 如果需要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找我获取哦 第三步把影视导入到剪辑软件里面 这里呢我用的是电脑端的PR剪辑软件 那大家想要这款软件的话呢 也可以在下方置顶去找我领取 第四步就是提取我们制作好的一个配音文件 第五步根据解说的文案进行素材的分割 变数精简点击操作 第六步调整清晰度后导出 第七步再次导入视频先识别字幕 第八步设置作品的封面 那我会给大家提供封面的模板 方便大家可以一键导出保存 第九步添加符合作品风格的背景音乐 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套背景音乐合集包 也是影视剪辑专用的 第十步导出成品后通过中视频发布即可 那本期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想做自媒体的话可以给本期视频三连评论学习呢 也可以获取到时超课哦 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这是我的小伙伴第三个号 上周呢又是一次过审 前天报了一条视频收益三百四 但很多的朋友啊 因为原创的问题始终过不去中视频 更吃不到收益 那接下来呢我会从画面文案开通细节 发布流程来告诉你它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啊过审是大部分人最头疼的问题 一旦第一次没有通过要等到一个月之后才能申请 那么这个原创是如何来判定的呢 它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一个是视频画面 另一个是画面啊不要做简单的拼肩 比如影视混减 视频都不是你拍的 仅仅把人家的原片拿来剪剪就发 肯定是过不去的 你要在原片的基础上加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解说文案或者表情包 其次呢要在原片的基础上每分钟切成10到15个片段 提高视频信息的密度 不知道文案啊 大家不要想着直接拿别人的男友 除了视频画面外 文案也会被系统查虫 一不小心就被扣了20分 所以啊在改文案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句式的变化 比如马尼亚拥有一只左眼瞎了的猫 一只瞎了左眼的猫是马尼亚的 马尼亚的猫是左眼瞎的那只 然后呢着重说一下中视频计划的开通流程 除了原创外 很多朋友啊不按步骤开通 一样也过不去中视频的审核 他的要求呢是在西瓜后台发布三个以上 横版的一分钟以上的原创视频 并且啊播放量要大于一万七 我们第一步呢是注册头条号 直接在今日头条APP 我们搜索头条号三个字 点进去按照提示进行注册 注册好账号之后 要不要实名也是一个问题 首先啊不实名也是可以申请中视频计划的 发视频一样有累积收益 实名的意义呢在于能让你开通体现的功能 前期建议大家先把号做起来 注册好头条号之后 直接登录西瓜视频 西瓜视频和头条的账号是互同的 第二步就是把抖音和西瓜头条进行绑定 我们直接在抖音搜索中视频计划 点击顶部的这个链接 按照提示去绑定就可以了 第三步发布一分钟以上 横版的原创视频 保险一点呢就做纯原创 拍一些农村的感激做饭喂猪等视频 西瓜的用户年龄偏大 对农村的生活有精进感 视频更容易起料 那想做内容二创的 就把国外的美食手工综艺节目拿来解说一下 都有字幕翻译写文案呢也比较方便 第三步发布 在西瓜后台发布的时候 是可以单独设置抖音的竖屏封面 但是上传的视频呢 没办法横屏转竖屏 很多人发了视频 没通过中视频的审核 就是因为比例不对 抖音是9比16 西瓜呢是16比9 你需要在简映里自行调整后导出视频即可 另外呢在发布的时候 要记得开启同步和原创 如果不打开同步的话 你就会缺失一份抖音的流量收益 那不开启原创呢则会永远过不去中视频的审核 第四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播放量的问题 如果想要快速的通过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头抖加100块钱的豆佳 加上赠送的差不多有6000的播放量 中视频计划需要17000才能达标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作品不是差的离谱 最多200块加上10条作品就可以通过审核了 抖音加头条加西瓜的累积播放就按每天500算 12000加5000正好呢就是17000 想做事啊就不要老想着零成本 花200块能三天搞定的事情非要等半个月 这中间播放产生的收益都能帮你赚回来了 那关于中视频的玩法呢 视频素材的获取也是一个难题 你可以再三连一下本条视频 评论一个学习 我分享一份实操直播 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比奥 你要点赞 你要投币 好不好 点赞啊 投币 刷下一个视频吧 你的B站以后刷不到我了 没关系 你要给别人投币啊 比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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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自媒体一定要收藏好这18个工具网站 那经常能够看到有很多粉丝朋友们呢 在视频下方问我 怎么样去找素材 用什么软件 用什么网站等等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 自媒体人最常用到的一些工具 那么本期视频只分享这一次 包含呢你做自媒体需要的文案 运营素材排版 一定要耐心的看完 然后点赞收藏起来 免得下次找不到了 如果说有不努的地方呢 一定要在视频下方留言一个球带 我都会给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和方法 第一个文案的网站 第一个文案狗 文案狗呢其实是一个导航网站 可以在里面找到关于图片的素材网站 和文案的素材网站等等 那第二个topic 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有很多创意的文案 同时还会有一些视频和图片的拍摄创意 即使你想要写出有创意的题目和文案的时候呢 这个网站可以带给你敏感 第三个梅花网 汇集了各种精彩的案例网站 基本上在互联网上面传播比较好 你看过的精彩案例呢上面都是有的 对于每个精彩案例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分析 在这里你会学到不少关于营销传播的知识 并且呢可以运用到你的作品上 如果说你的作品好 你的能力足够强 你可以在上面推广自己 第四个易文网 这是一个分析各类优秀案例的网站 不过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左边的灵感日记 可以提前记录每个日期会有什么热点的事情 这样呢你就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 提前把控热点 是创作文案最重要的一点 第二个运营类的网站 第一个呢就是新榜 新榜最有价值的就是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些热门内容 知道当下哪些内容在各个平台的热点最高 这样你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创作内容 到一个测热点的一个效果 获得一个好的流量数据 第二个运营派 这是一个注重于学习教学 运营内容 与用户等等的一个运营网站 重点是教你如何去运营作品 要知道啊一个好的作品呢 还得要有好的运营才能够去发挥最大的价值 第三个素材类网站 第一个呢就是芯片厂 如果说你想要做短视频 就要好好看看这个网站 里面呢有很多剪辑不错的视频 能够带给你一些不错的灵感 另外呢它还有很多模板可以用 有音乐图片视频的素材也可以下载 第二个开眼 是一个APP 也有很多剪辑精心的视频 拍摄有创意的视频 如果你想做视频创作 可以在里面学习很多拍摄手法 也是灵感的一个来源地 第四个制作图片排版内容站 第一个卡瓦 提供各种各类的模板 可以设计封面也可以拼图 提供多种字体模板 基本上能够满足自媒体制作图片的一个要求 并且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网站 当然它有APP可以操作 第二个黄眼相机 它最需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字体风格比较多 拍摘做封面的时候呢 设计出很好看的字体 也拿出来做贴纸在图片上面标注 第三个美意 这是一个能够处理图片参数比较多的网站 我最喜欢用的功能是在一张图片上 添加一张图片的剪影功能 操作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第四个美图秀秀 要修一些人像还得靠美图秀秀 美图的参数设置能够让你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第五个VSO 这是一个滤镜做的比较好的一款相机 可以给你的照片添加各种滤镜 你想要的风格上面都有 最好看的就是密斯福滤镜 第五个图片类 第一个Pixel 有各种高线的图片提供免费的下载 图片的风格有风景 人物创意类等等 几乎你想找的风格上面都能够找到 第二个堆糖 它的图片偏向于小星星 也有一些搞笑的有创意的表情包 图片清晰度也是比较可以的 第三个StockSlave 也是一个高新的图片网站 分类一目了然 可以根据新型地点或者场景来选择你想要的图片 查找图片也是非常方便的 第四个Onsplash 这是一个高新图片网站 可以在上面找到不少有意境的图片 第五个Foodspeed 这是一个专注美食的图片网站 这个网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各种拍摄精美的美食图片 其实呢对于一个自媒体创作者来说呢 有些图片的拍摄意境是可以模仿借鉴的 对于美食博主也是能够提供不少的拍摄灵感 那么以上这18个网站呢 是大部分人自媒体都在使用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起来 人要做自媒体 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的朋友们呢 可以在评论区扣一个球带 我会免费分享你一些自媒体实操直播教程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自媒体干货 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某屋上看到一个问题 兼职选线上还是线下 当然是线上呢 在家吹着空调 拿着电脑就能赚钱 为什么要选线下呢 空吹日晒又雨淋的 线上兼职呢也是我一直在做的 这期视频将会盘点15个免费靠护线上兼职 适合学生党宝妈上班族 和各种有越于时间的你 第一阿里巴巴云客服 在家工作有电脑即可 工作内容呢就是回答客户的问题 后台都有话数 直接复制粘贴 没有什么难度 时机15-22 一月一节 第二美团拍电 拍摄外卖店铺照片 一单任务4-5元 逛街就把钱赚了 不同的地区 任务难度和价格略有不同 第三众人帮 兼职任务平台 任务难度不同 价格不同 几块钱的任务 几分钟就能搞定 不费很大力气 还赚个早餐钱 第四美物清单 自买省钱 分享赚钱 邀请用户注册 还能得40%的佣金 类似的平台呢 还有高佣联盟 第五卖资料 有人靠一套6页的资料 就赚到了3万块 如果你的手上 有有价值的资料 比如考研 四六级真体 面试经验等等 可以将它们打包 放在这些平台上售卖 第六投稿 文笔不好的 可以在多半稿费银行找任务 5-10元 一篇文章没有什么难度 10分钟就搞定 有文笔的呢 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投稿 三篇价格 根据质量 在50-2000左右 第七抖音小项目 搜索爆料 进入热点爆料 通过的视频 一条200-300 第八 饿了麻外卖赏金 一单呢是3-15 外卖是刚需 推广容易 对消费者来说 偶尔能领到大红包 比如说20-18 别人点外卖省钱 你赚钱 一举多得 很多商家呢都在做 第九 云监督 帮助拖元镇早起 或者完成目标 可以开一个店铺 或者做社群 比如说早起打卡群 或者监督群 赚钱的同时呢 还可以积累用户 做后续变现 第十 翻译 签字80-200 通过平台接单 我有朋友选择做翻译 一个月8000左右 翻译赚钱的平台呢 有这些 第十一 做平台奖师麦克 年轻辛苦 后期躺赚 我的两套扣钱呢 至少为我带来了几千块钱的收益 依靠平台流量 无需推广售后 平台选择和录刻细节 给大家整理出来了 赶紧截图表层哦 第十二 自媒体 分为图文自媒体和视频自媒体 整个的平台呢 有头条号 大鱼号 百家号 企鹅号等等 这也是我正在做的 自媒体平台赚钱 方式有很多 平台也有很多 你可以先去了解 各个平台 选择一到两个 适合自己去做 这之前呢 要把平台规则熟悉好 然后再创作 像这里先指 我也是非常推荐你们去做的 因为我上个月呢 做了一个影视剪辑的账号 收益呢 就有一万多 你的视频 只要有播放量 就会有收益 演说我看到一个8万粉丝的作者 每天文章的打赏 就在2000块钱左右 知乎上万粉丝 给别人点个赞 报价是200元 路边上上传视频 收益是最高的 一万播放呢 就可以达到上百元 这种兼职是不是很香 刚开始 但不知道怎么做的小可爱们呢 不要慌 给爱会一个三年 并在下方评论一个学习 我会给你们上一节 自媒体新手直播课 来教你怎么做 第十三 卖照片 拍了好的照片呢 一张就能卖几百 有的平台采用版权买断的形式 每张照片 游戏质量在50到200左右 类似的平台呢 有这些 十四 PPT带座 兼职设计师 自由接单 四流分成 一套200的PPT呢 你能拿80块钱 对设计水平要求不高 还有不少找资料 套模板 这种价格不高 但是几分钟 就能完成的单子 如果本期内容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记得点赞 收藏 加关注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现在谁还不知道 火爆全网得羊了个羊 模型的游戏设定和背景音乐 让你一打开就停不下来 那各种攻略和挑战视频 全网爆火 不管你会还是不会 能不能通关 都会引起热议 那我呢 也是在他上热搜的第一时间 就录制了好几个游戏视频 然后发到了各大自媒体平台 随着游戏的爆火 那我的视频呢 也是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流量高峰 短短一个月啊 就收入了一千多 如果说你的空闲时间比较多 也想有一个额外的副业收入 但是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和方法 那你相信我 做自媒体视频剪辑 绝对是一个好路子 那可以看到啊 我也是做了三年了 现在的总收益呢 是有这么多 当然啊 我也付出了相对应的代价 每天足不出户 眼睛度数也越来越高 和朋友基本段的社交 那接下来呢 我会和大家讲一下流程 那你们呢也可以尝试着做一做 记得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关注一下 那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去注册一个自己的 近媒体账号 那一般呢 有一个手机号就可以注册了 那你根据它的提示 去进行实名认证 选择好自己相对应的领域 那新手的话呢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先做影视 娱乐游戏 这三个领域 那他们呢 都是流量比较大的视频领域 那像文案的内容的话 那可以去参考梅花网 顶尖文案 输音网 音乐的话我们有各大音乐APP 我们可以直接去上面挖掘 像视频素材呢 我们就可以到电影天堂80s 这些网站里面去找高清无水音的视频素材 再用剪辑软件进行一个二次剪辑处理 加上音乐字幕还可以加一个水印来增加一下自己的个人原创度 最后发布到靠播放量赚取收益的自媒体平台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 只要有播放量就可以产生收益了 那像这样的自媒体平台有很多啊 比如大鱼 百虾 今日头条 哔哩哔哩等等 那我呢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些剪辑教程 如果说你也想入门自媒体 但是没有方向的话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个学习 我会分享你一节自媒体运营直播教程 那本期视频呢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做自媒体最让人崩溃的事情就是写文案呢 你和那些百万粉丝的UP主相比到底差在哪里呢 那我通过自媒体呢 赚了一百多万了 都是用了这七个工具而已 这是我轻测过的 写作之前呢 通过这几个工具的应用提升文笔 方法非常的简单 但超级有效 大家赶紧点赞收藏用起来哦 评论区科学习 我也会把我学习的自媒体教程分享给你 1. 找金句 用句译查句 输入里的主题就能一键查找优质金句 超级好用 还会显示金句的来源 2. 找词语 用反向词点 输出一个词语 逆可生成多个经义词 还可以定制词语的字数 运缴词词 太人性化了 写作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语言不高级 不恰当 可以在这里找到更合适的 让你不再次穷 3. 写诗歌用九歌 自动帮你写诗的工具真的太实用了 如果找不到网页的话呢 就九歌加精华大学 输入关键词就能帮我写诗 放在文章里文采立刻提升 4. 找错字 用爱教对 文章写完后 改稿的第一步就是教对错别字 和语法逻辑错误 用爱教对很方便 要注意机器教对不是特别的准 还是要自己看一看是否正确 然后再修改 5. 找课程用学堂再线 这是新华大学发起的木课平台 有国内外一流大学超过3000门优质课程 想学习各学科的课程 想提升自己的包子 在这里找就行了 在家就能够听名诗哦 6. 找好书 用文权书局 清华大学旗下的购买书籍和在线阅读的平台 方便找各类书籍和教学教材 可以通过关键词、书名来找书 写文案的时候 我常常要用到运营的一些知识 很多书都是在这里找的 7. 自动写作用火龙国写作 可以进行文章自动改写、续写、校对、翻译 对写作者真的是太友好了 AI功能辅助写作 还能够帮你提供写作素材 非常的精美 最后在这里给大家梳理了今天的思维导图 喜欢呢记得一键三连 并且评论区科学习 我就会发你一份自媒体食杀教程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什么是快乐星球 什么是快乐星球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 我现在就带你研究 那我们下期رmed